他本是学院平平无奇的废柴少年 却觉醒了世界最强的天赋 一切普通技能都会被强化成禁咒 只是随手一个技能 只因这是一个全民转职的时代 废柴的宁峰也明白自己的天赋 天天抱着手机自暴自弃地玩着游戏 可他青梅竹马的汪月却看不惯他这死出 马上就要觉醒考试了 居然还在这玩游戏 宁峰只能打着哈哈要抱汪大美你的大头 汪月受不了他这副笑嘻嘻的模样 直接给他来了一记锁喉 二人的打闹也惹得旁观的众人躁动 汪月是16岁觉醒五星职业的天才 根本不乏拥护者 看着眼前女神的另一面 众人也只能咬牙切齿 唾弃宁峰不配拥有 在这个游戏现实融合的世界 年满16岁便有机会觉醒逆人 成为人们所称为的冒险者 18岁的宁峰却满脸淡然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觉醒 在汪月的逼迫下也只能来走走过场 身为全校第一个传奇人物 出场也受到众人的嘲笑议论 宁峰也不以为意地来到金氏旁 随着手放在金氏上 宁峰也明白如往常般的结果 可下一刻金氏发出耀眼的蓝光 就算是他也不禁瞳孔咒缩 金氏发生反应就代表着肯定能觉醒 而蓝色光芒则代表着是法术系觉醒 也会自动习得初始技能 此时的宁峰也完成觉醒 觉醒一星 习得技能 你找数 身后的齐薇老师也不禁惋惜 而下方的人群也开始了猛烈嘲笑 此时 齐薇老师也询问着宁峰觉醒的技能 喊了几声后 宁峰才如惊醒般 齐薇以为是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沉寂了那么久 到头来却仍然是一个一星 随后伸手将装备给予宁峰 换好就到下一关去 而宁峰还处于刚才觉醒的震惊中 原来刚刚他还另外觉醒系 并且获得两个被动技能 黑暗同源 你不会遭受黑暗之力反噬 使用静咒时没有任何代价 奥秘赠礼 静咒可以每周无消耗释放一次 但黑暗之力是这个世界最邪恶的力量 而静咒更是属于最高等级的法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在此时 刚刚习得的泥沼树开始自动蜕变 黑化成静咒 跪土屈翘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他一脸猛逼 这又是黑化又是静咒的 听起来不太妙 希望不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实战测试 随后众人便来到了下一关 这关的规则是50人一组进入秘境 与怪物对战熟悉技能 好生不可以组队 不可以互相攻击 会有无人机监督 凌峰在穿戴装备的同时 也查看起刚刚黑化的静咒技能 跪土屈翘 召唤异世界的飞暗之力 形成保护罩 能够碾碎一切靠近的敌人 此刻他也忍不住担心 这会不会是什么邪恶法术 如果被别人发现了自己就藏了 凌峰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往秘境 秘境之中与外界截然不同 此时先进入的人已经开始了战斗 他们各自施展的技能消灭戈布林 由于全场变故无人机的监控 凌峰暂时不敢随便使出进手 也没有其他攻击的手段 现在只能先躲藏寻找机会 秘境外的周队长面路不满 别人都在杀怪练集 这小子在干什么 齐老师也解释道 凌峰觉醒的比较晚 并且激活的技能还是防御法术 不太适合单兵作战 周队长文言就想直接取消他的考试资格 不料此时的监控画面突然发生一场 研究员此刻正在检查原因 经检测 秘境中出现高于平均值的力量波动 周队长忙让人去查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此时秘境内 一个学员满脸惊恐的直接尿了出来 只见他眼前一个刀疤哥布林 正满脸凶光的盯着他 在他身后一群哥布林军团在等待着命令 杀戮霸族人们 让这些入侵者全都葬身于此 这是一只无人机在他头上嗡嗡作响 只见他一拳伸出便将无人机摧毁 掉落的残骸却正中凝风脑袋 谁这么没功德行啊 这里的动静直接把哥布林吸引过来 此时他一脸猛逼 刀疤哥布林阴瑟瑟的笑着 没想到这里居然藏着一只小虫子 随后便指挥手下把这个人类给解决掉 而此刻秘境中的无人机已经全部被摧毁 这不刚好可以试试刚刚得到的技能吗 随即伸出一只手 黑暗的能量不断聚集在气周身 刀疤哥布林似乎感受到了不祥的欲 只见凝风大喊一声 贵族去呛 无数骷髅头从地下钻出犹如蔑视一般 与此同时的监控是检测到秘境里突然爆发一股黑暗之力 并且实力可能到达亡级以上 亡级以上魔物可以毁灭一座城市 为什么考场里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刀疤哥布林此刻显得更为震惊 在这股力量中自己的手下在不断地被收割 凝风也很不适应这股静咒的力量 这个能量甚至实质化地包裹着他的双手 黏黏呼呼地很卵心 而这股力量依旧不断地击杀着场上的哥布林军团 凝风的经验值也在蹭蹭地往上涨 刀疤哥布林十分震惊 人类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飞暗之力 眼看着攻击朝自己袭来 刀疤哥布林刚想逃却发现自己动不了 只能留下一声哀嚎便消失在这个世上 解决完哥布林军团后 凝风的等级直接来到了10级 往年的实战测试他们顶多能升个一两级 自己真的是太优秀了 同时精英怪出现在考场的事情也让他很是疑惑 思索间 他面前也出现了许多掉落的战利品 其中竟然还有两件橙色品质的 仙宗灰迹 领结属性永久加十 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图影勾找 等级要求20 有一定几率触发连击 虽然现在用不了 但是可以卖到不少钱了 这下子人生巅峰近在眼前 这是一道通报传来 要求考生放弃测试 并且立马撤离 广播神的他此时也开始注意周围 周围已经一片荒芜 静皱的威力竟然恐怖如斯 凌峰赶快拿出了传送卷子 这玩意不能被别人发现 得赶紧跑 此时的秘境入口 众人的身影纷纷被传送出来 看到人骑 周队长让众人立马离开这里 马上回城 他一脸凝重 那股黑暗能量就算加上这里所有的人 也无法抗衡 然而下一刻 周队长突然收到消息 黑暗力量源突然消失了 这把他吓了一跳 该不会是那魔物跑出来了吧 这已经超出了齐老师能处理的范围 他立马就上报高层 并且快速指挥不得声张 启动封印阵法 只留一个出口让无关人员撤离 凌峰还想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齐老师赶忙关心他的情况 随后让他快点离开这里 之后学校便宣布停课 凌峰搞不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汪月告诉他当时考场检测到了不明力量源 所以将全校都封锁了 凌峰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还以为是那个来历不明的精英怪 此时汪月看着无精打采的凌峰 还以为测试被中途打断对他打击很大 为了让他振作起来 汪月便邀请他一起组队练几 凌峰连忙白手拒绝 自己只会非暗尽数 总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用吗 那不得被抓起来切片年纠 就算是青梅竹马也不行 但汪月却不容他反驳 便好明早八点在西区大门间 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没给凌峰一点拒绝的机会 这把凌峰气得够呛 想着干脆装病算了 但是想到汪月的性格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之后凌峰便来到远程交易所 他打算买一件附带泥掌术的装备 明天忽悠汪月 顺便把掉落的战利品一起卖了 进入交易所后 一个充满风情的销售迎接上来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随即凌峰向其表达出自己想要的装备 但销售却没为他寻找合适的装备 反而推荐他购买其他的高阶装备 凌峰文言连忙白手表示 自己只是临时用紧 没必要买更高阶的装备 销售健壮只当他是一个穷鬼转身店厉害 然后随手便让新来的销售服务凌峰 新来的销售也没有代码 带着凌峰逛了好几家店 最终凌峰还是选中了一枚戒指完成交易 随后便问起销售哪里可以出售战利品 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鉴定室 里面坐着一个露出一颗大金牙的王大师 凌峰立马拿出土影勾招给王大师鉴定 王大师立马开启技能鉴定 并且询问凌峰对价格有什么要求 凌峰哪里懂这件装备的价格 只能说到价格越高越好 王大师文言也立马去联系客户 并让销售阳星招待好凌峰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王大师也回到了鉴定室 当得知卖出5万金币的时候 凌峰也一阵恶人 而这个细节也被阳星敏锐的捕捉 凌峰对这次的交易很失满 当即便跟王大师办好了手续 此时外面的销售全然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还在嘲讽着凌峰似的穷鬼 一会工作 王大师便带着凌峰走了出来 没一阵他们就了解到凌峰刚刚卖了一件装备 这时的女销售显然场子都已经毁清了 经过一晚上的测试 凌峰发现装备自带的法术不会净化成禁术 这下子就不怕会暴露能力了 次日 凌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西区 当看到汪月的时候 元气满满地打了个招 然而另一声呼唤吸引了汪月 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队走过来 汪月热情地介绍到这是自己工会成员 可有两人却一脸不爽地看着凌峰 二人的眼神让凌峰猛逼 可为首的赵诚看向汪月迅速变了 月儿我记得你已经快二转了吧 凌峰一惊 每三十集才能完成一次转值 汪月都已经快六十集了吗 只见他拿出一瓶药水递向汪月 其他队员看到也被震惊到 这是永久增加属性的高阶药剂 普遍售价都很贵 赵诚自然也不放过这种装烂的机会 两三万金币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话还没说完就被汪月拒绝 好一心领了 礼物你拿回去吧 也不给赵诚说话的机会 转身便准备离开 赵诚感觉失了面子 伸手便指着凌峰开喷 你真的要在这种废物身上浪费时间吗 一心的废物 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 凌峰则无语 真想一个静咒就给他嘎了 随后转身不屑地看着他 区区一个加三敏捷的药剂也有脸拿出来 顿战士也在一旁拱火嘲讽 赵诚表示只要你拿得出来 我跪下给你磕头 听见这句话的凌峰瞬间来劲 右手一道晨光闪出 汪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先锋挥迹 汪月则两眼猛逼 这是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众人也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有永久加十的道具 凌峰也不过多解释 便将其递到汪月身前 先锋挥迹也化为金光向汪月融合 感受到加成后 众目睽睽下的照成骑虎难下 还原也避而远之 过于压力 双腿落下 重重一声响起 凌峰也没有太在意 白白手就拉着汪月离去 汪月为自己队友这样对待凌峰感到愧疚 凌峰露出笑脸煽情道 你不用陪我的 我更希望你早点完成二转考上更好的大学 汪月见他这样子以为他要自暴自弃力就慌了 随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技能书 等你升到相应的级别就把他们都学了 清一色的都是紫色品质 虽然比不上先锋挥击 但也很贵 凌峰也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随后便来到逆境险恶墓园的外围 开启了漫长的刷怪时间 而有了快六十级的汪月打怪 凌峰也只能在旁边手笔666蹭经验 但是这里的经验值太低 又不能告诉汪月自己已经十级了 在他苦恼的时候 汪月的手机忽然响起 是刚刚的圣职者 月儿 刚刚收到消息 大boss舵法巫妖即将出现 机会难得 你要过来吗 在汪月接到组队邀请后 凌峰也终于得到解剖 那你去安全区等我 不能乱跑 此时的他兴高采力 终于能去偷boss了 随后便目送着汪月离开 凌峰眼神瞬间凌厉 大boss都出现了 看来今天没有白来 幸好昨天学习了两个技能 正好可以试试威力 可惜现在十级只有三个技能栏 不然可以将汪月送的技能树用掉 凌峰决定现在先去偷个boss 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线 但在险恶墓园中 怪物众多 boss只在秘境深处的高塔出现 不少队伍已经闻风而来 最前方也已经开始爆发大规模战斗 首当其冲的 就是汪月和赵诚所在的速食工会 而这时的秘境险恶墓园深处的高塔 一个传送门忽然出现 凌峰从中走出 无愧是静咒级的空间魔法 仅仅一瞬便到达目的地 极形数所蜕变的虚空岛形 虽然只能持续一个小时 但也已经足够 此时的地面冒出一团黑炎 舵法巫妖从中显现出来 然而就被突然出现的凌峰吓了一跳 抬手便施展技能拉开距离 看着技能砸向凌峰后 巫妖也渐渐缓过神 无自量力的冒险者 你怎么赶一个人就来了 但此时的凌峰已经传送到了巫妖身后 因为我要把战力品都拿到手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凌峰已经抬手使出 有火球术蜕变的黑暗静咒 天陨薄雨 刹奈间 无数带火的陨石向巫妖砸去 撞击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当灰尘散去 却只见凌峰的身影出现 伴随一连串的提示声 周围的小怪也连带着被消灭 随着最后击杀惰法巫妖的 五万经验之道账 自己的等级从十级直接来到三十级 看着这次掉落的三件成色品质的装备 凌峰首先拿起巫妖灰剂开始吸收 系统的声音也随着响起 检测到特殊物品巫妖灰剂 转职时可开启隐藏职业亡灵巫师 或激活隐藏职业全系法神前置任务 凌峰十分惊喜 隐藏职业天生罕见 没想到这些灰激 是激活隐藏职业的关键 而真男人要当就当全系法神 随后便选择激活全系法师前置任务 此时的另一边 因为凌峰天云火雨的覆盖 黑暗能量一部分泄漏 导致魔法波动袭剪 让赵成和汪月也不得不撤退 罪魁祸首凌峰则已经潇洒离去 来到了转职大厅 进门后便有一名人员接待 您好是来领取转职任务吗 说罢便开始登记凌峰的资料 也没有因为凌峰十八岁才一转就嘲讽 紧接着主妇刘成操作后便离开 这时也有一名人员紧急来报 那股黑暗力量在险恶墓园再次出现 短短两天出现两次 王级威胁让上级注意 而委派他前来的目的 则是请求女人所在的不影响对出动 凌峰此时领到自己的转职任务 可冒出的不仅仅只有亡灵巫师任务 还有着前面所选的全系法神任务 他依然选择了全系法神的任务 隐藏职业的特殊性 任务难度也上升到S级 与此同时 险恶墓园历境深处 因为黑暗能量的特殊 国家也出动孤影小队前往调查 而这个组织的存在非常特殊 其中成员都拥有罕见的隐藏职业 并且能够运用黑暗之力进行战斗 可现场的残骸也让他们无计可施 强大的飞暗之力即使消散很多 仍然四处充斥着 现场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罪魁祸首造成破坏后就消失 无法推断对方目的 目前只能请示上级增派人手 然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怀疑 罪魁祸首是不是怪物 会不会跟孤影小队一样似的特殊能力者 然而这种等级的飞暗之力 不是人类能承受的 不管是好是坏 都必须尽快找到他 而此时的宁峰回到家整个怡然自得 升到30级后多出四个技能栏 想到这 他就将汪月颂的技能书给学了 同时新技能奥法护盾和静咒汇吐去笑自动融合 形成新的被动技能汇吐手域 宁峰也没想到 静咒竟可以融合低阶法术 生成新的效果 另外的新技能洛言术和汇吐去笑 天允火雨一起融合 得到被动技能吐元素精通 所有吐系法术效果加20% 虽然用了两本技能书 但技能栏还是空了四个 第二天宁峰便来到交易所 也浑然不理上次的视力眼 静止便走向里面 此时视力眼还想着争取一下 对着宁峰搔手弄姿一番 但宁峰丝毫不理会他 这把他气得够呛 这时一道脚步声传来 杨兴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自己在后面吃口饭 听同事说宁峰来了就赶紧跑过来了 看着他们有说有笑 视力眼气得脑袋都冒烟了 随即他们找到王大师 拿出打倒堕法乌妖掉落的 两本技能书打算寄售 并且表示还要买一些法师的技能书 王大师则陷入沉思 竟然是紫色技能书 随即派人了解宁峰的背景 晚饭过后他们便各自告别 杨兴搭个砖车前往医院 原来他爸爸在医院躺着 宁峰带给他的提成 足够他爸爸这个月的医药费 想着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突然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传出 只见一道尖刺将司机洞穿 鲜血和玻璃在杨兴面前飘过 他此时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无数个魔物从传送门中钻出 而车前正站着其中一只怪物 杨兴赶忙离开了车子 满脸的不敢置信 安全区居然出现了怪物 此时怪物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他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怪物抬起立爪便向他攻击过来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杨兴身前 紧紧一击就将怪物失手分离 解决后便让杨兴寻找安全的地方躲着 此时的周围也已经被黑暗之力腐坏 毕竟已经开始与现实融合 而这些毕竟出来的怪物 一心的普通人无法应对 这是一个爪子袭赖 男人一个闪身躲过偷袭 毕脸凝重地看着出现的人 是变异者吗 可在对面人类一般的怪物却不屑一笑 我不是那种垃圾祸色 是黑暗之力的眷顾者 男人一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 随后挥剑砍向眷顾者 然而眷顾者一拳就把男人轰飞 对面至少三段以上的实力让他震惊 面对着拥有非暗之力的眷顾者 男人很快就败下阵了 就当眷顾者沉迷于自己的力量时 胸口的声音将其拉回现实 卑微的人类 不要自我逃罪了 你的力量是我赐予的 如果没有我 你将和你的同类一样只是土里的爬虫 仅仅只是声音就下的眷顾者跪地求饶 向我证明你还有存在的价值 把这座城里的人全都作为祭品 而这时凝峰才慢悠悠从厕所走出 看见眼前的场景是顿时一愣 自己只是上一趟厕所 天崩了吗 外面已经杀到昏天暗地了 一旁的魔物注意到刚出来的宁峰 瞬间一跃就向他冲去 然而还没靠近 一根尖刺就拔地而起将其刺穿 赫然是宁峰的附带法术 遗次言毕 正好试试今天买的武器的威力 当他走出仓馆的大门 就看到了奄奄一息的男人 眷顾者注意到出现的宁峰 迈着自信的步伐向前走去 黑暗之力幻化的手向宁峰抓去 宁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了 然而下一刻眷顾者就变了脸色 宁峰瞬间使用黑暗之力撑开他的手掌 这操作让眷顾者冷汗直流 居然能挡住自己的攻击 眷顾者身上的怪物也出现了 他感受到宁峰身上强大的飞暗之力 瞬间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宁峰面色一正 竟是将眷顾者的手臂直接震碎 眷顾者此时还想要求助怪物 却没想到怪物直接命令手下全部撤退 仅仅花了半秒钟就全部跑进了传送黑洞 只留下被抛弃的眷顾者 明峰眼神闪过一丝凶光 最终眷顾者死在了明峰的尖刺之下 趁着现在四周无人 他也赶忙搜集战利品跑路 不久后孤英小队也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但有一个男人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这里检查 原来他是云外幻境成员杜安 而所谓的云外幻境 是全部由格斗家组成的非官方组织 云外幻境一向形式神秘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这个死掉的人是我们组织的背叛者 他协助秘境入侵现实 残害同胞 我找了他好几次才找到他 但此时 谁也不知道是谁动的手 周队长那么强都全军覆没了 其余是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厉害的人物 而厉害人物宁峰已经在家里光呼雀跃了 刚刚掉落的物品中有两件橙色格斗家套装 还有一枚挂坠 却没有任何品质和信息 这也让宁峰好奇 不会有个老不死的藏在里面 此时挂坠连接的某一处空间 一头魔物看着宁峰是一动也不敢动 在宁峰猜想里面有没有什么老不死的时候 他立马吓得不成人形 然后让手下切断所有灵气 不要暴露咱们的位置 就算这样也让他心惊赶战吧 第二天的医院中 重伤的周队长也被救回 在他的回忆中是杜安的出现 敌人就打开逆经猎袭逃走 随即孤影小队又问了一些详细的内容 发现还是没什么进展就厉害 宁峰此时也来到一处被把守的地方 您好我要去做转职任务 可以让我过去吗 宁峰来到了做转职任务的地点 挥扬神殿 全然不知后面跟着个小老鼠 这人赫然是云外幻境的不安 原因是前几天他查到交易所出现了一套格斗家装备 跟着王大师提供的线索 他找到了宁峰 所以现在跟踪宁峰打算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敢相信这么年轻的人能击退秘境入侵的怪物 自己师父都无法做到 就算不是他 他背后的人也不用小觑 没一会宁峰就来到了神殿入口 这里已经有许多冒险者在做着任务 宁峰也想快点完成任务 他抬起手一道光束便笼罩在他 光芒散去 宁峰也换上了他的新手装备 不过那装扮却是让杜安一阵无误 这么普通 就跟个没毕业的学生一样 这时宁峰已经向着神殿走进去 突然 宁峰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下一秒一道攻击便来到了宁峰面前 然后狠狠地砸在了他的护盾上 这眨眼间的事情惊淡了杜安 那个是怎么都攻不破的绝对防御 怪物都因为太过害怕而四处逃窜 这时宁峰停了下来 他来到了神殿的Boss身 然而Boss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 这时的Boss已经满头大汗了 宁峰也没有在意 静止地往Boss身后走去 原来他的转职任务 竟是击败神殿的隐藏Boss六一天使 这时六一天使也出现在宁峰面前 随着他睁开双眼冒出两道金光 他猛地向上飞走 宁峰很疑惑 这家伙总飞走了 而杜安很震惊 为什么他知道这里有隐藏Boss 宁峰丝毫不急 但是此时的六一天使快疯了 我想逃却逃不掉 神殿外的天空惊现一道闪电 这让六一天使更加急迫地想要逃离这里 而宁峰丝毫不给他机会 只见他伸出手掌 使出黑暗静皱雷眼坠空 天空就出现一只冒着雷光的巨大眼睛 那眼睛猛地射出一道巨大的雷电 劈向六一天使 那毁天灭地的威势 直接让六一天使化作飞灰 看着这如同废墟般的神殿 直接把杜安吓得瘫倒在里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毁天灭地的魔法 难道这个大佬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八转了 但此时只有一转的宁峰还在赶他 完成一转前等级都没办法往上升 真是浪费了那些经验值了 但他也得到了这次的战利品 也算是不枉此起 神圣灰迹 品质橙色 精神属性永久加8 恢复效果永久挣1% 了解完宁峰就立马想用传送卷走回去 但这时杜安却冲了出 宁峰忽然满脸冰沉 这人什么时候来到 他不会看到了吧 看着宁峰的表情 杜安也瞬间不安紧 坏了 该不会要杀人猎死吧 他连忙摆摆手表示自己可以解释 却不曾想一阵警报声忽然传来 宁峰见状也只能带着杜安先离开这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 宁峰也明白杜安跟踪自己的目的 自己的师父哪怕以生命为代价 都只能暂时封印入侵的密集 他实在好奇给自己师父报仇的人是谁 宁峰思索自己等级还是太逼 要不是这个人自己跑出来根本都发现不了他 看到对面沉默不已 杜安以为自己就要小命不保 他瞬间表明忠心要当宁峰的小弟 宁峰思索一番也停止了下来 并且表明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宁峰的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是齐老师打过来问自己在什么地理 齐老师了解到宁峰在外地便让他回来 再说就挂断了电话 宁峰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好奇 齐老师到底想干嘛 而齐老师这边 孤颖正坐在他的对面 他也发现了不同的地方 一个几天前刚觉醒的学生 突然间就达到了一转的分析 这让人不得不在意 齐老师还以为孤颖把宁峰当成坏人 连忙解释说他是个好人 孤颖表示他只是想把一些事情弄清楚 原来是他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时候 上级非但不信任他 而且还嘲笑他一些电台 并且还派遣调查组来接手他的所有工作 所以他只能自己前来寻找答案 这时他的队员猛的推门而进 龙博士的秘境 辉扬神殿遭受了毁灭性法术的袭击 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齐老师大惊 那不是宁峰登记的炼击地点吗 孤颖此刻也仿佛得到了答案 一般潮汐的引起 而龙博士这边升起了巨大的护盾 人群里都在担惊受怕 他们并不知道辉扬神殿发生了什么事情 护卫也在前方安抚着人 刚才的动静直接触发了最高几间 其身后的怪物便如潮水般蜂蜂而止 直接将护盾破开一个口 部位刚产生一股奇怪的感觉 怪物们就来到了人群面前 冒险者们一脸惊惊 为什么怪物能突破步断 随着人群的惊慌场面越发布 不安此刻守在冥峰面前 并解释到这又是一场高强度的路径路径 我们要不要出手 冥峰好奇他是有解决的办法 他却想如飞飞以为冥峰在讨厌 然后对着冥峰说交给他来解决 冥峰心想自己不方便出手就由他选 那边的怪物还在大肆破坏 冒险者纷纷以致战斗 却也只能被一巴掌拍飞 有些冒险者甚至都失去了斗志 首领怪看到人类这么弱都觉得扫心情 衔即便冲向人群展开杀戮 就在他挥刀砍向一个落后的女孩时 蟹剑一道剑光闪过 原来是杜安上来挡住了攻击 怪物瞬间来的兴致 也不全是垃圾吗 杜安眼神凌利 挥手一砍便将怪物击退 他口吐蓝色的鲜血 震惊地看向杜安 而杜安一跃而起 这一幕直接震惊为观群众 杜安等级137 正是五星隐藏职业密传五指 凝峰见后表面毫无波澜 暗地里却冒起了星星 这也太厉害了 就在刚刚 首领被杀后怪物们都开始纷纷逃离 瞧见杜安回来 凝峰也不由地为他竖起大拇指 而在别人看来 他们就向大家族的公子带护卫出来历练 此时杜安掏出BOSS掉落的战利品地给凝峰 地旁的吃瓜群众仿佛自己得到一般兴奋起来 这本敏捷系的技能书 凝峰打算留给汪月 还有一个恶魔古盾他打算拿来卖钱 而龙博士的市长也在事后前来道谢 他笑呵呵地看着凝峰二人 两位有点面生 不像本地人了 凝峰叹了口气 我们是过来办事的 没想到被封在这里 市长听到还以为他们很不满 吓得满头大汗 立马道歉 是我们工作失误给你们造成不变了 随后命令手下去 把自己刚买的飞行卷轴拿过来赔礼道歉 凝峰文言也是乐开了花 那可是稀罕玩意啊 虽然只能使用一次 市长还想着聘请凝峰二人停留几天 但是凝峰的转职任务只限三天 错过了就永远无法完成一准 还是拒绝了市长的请求 一会儿功夫 飞行卷轴送了过来 市长也掏出了远程交易所的至尊非卡 一礼凝峰 凝峰惊讶地看着至尊非卡 这可是极少数成功人士才能拥有的他 这位市长的身份应该不简单 凝峰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 看见对方收下市长才放下心来 随后请求凝峰如果以后遇到危险 希望能向他求助 凝峰文言表示自己有时间的话就没有问题 听到凝峰答应一下 市长几人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另一边的转职大厅 汪月的队友此时正在等着汪月出 没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出来 这时候一道声音吸引了汪月的注意力 只见天空中两道身影飞过 汪月看到其中的一个人好像是凝峰 赵诚文言嘲笑道 飞行箭轴几千金币一张 那熊鬼怎么可能买得起 听到他在说凝峰幻化汪月瞬间误 瞧见女神发怒赵诚也一脸憋屈 这时队友们也过来问他们领到了什么转职任务 赵诚直接说他领到了一级的转职任务 而汪月则是领到了S级转职任务 其他人都一脸的不敢置信 并且自己解锁了从没见过的隐藏职业 汪月的思绪回到了转职阵 此时法阵中检测到汪月拥有先锋徽 可从原职业训捷射手进阶为尖锋幽影 转职任务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是否确认进阶 看到这样的见面汪月很努力 凝峰送给自己的先锋徽机居然还有这种作用 他当时表现得相当自信 难道是他早就知道这回事 想清楚他也没犹豫直接选择了进击 圣职者觉得这样做出决定太随便 赵诚不敢相信 觉醒的时候职业就已经确定 怎么可能转职的时候还会触发隐藏职业 万一选错了这辈子就毁了 但汪月只是随口回了一句 我的事情不劳烦你操心 此时其他队员都在羡慕着汪月 全然不顾照成那怒气冲冲的样子 他暗想不管要花多大的代价 都要派人找到那个灰激 而凝峰此刻的手中还握着一块灰激 神圣灰激 品质橙色 体力属性永久加5 精神属性永久加5 随着灰激的激活 他也化作一道光冲进凝峰的身体里 感觉到实力的提升 凝峰露出兴奋的表情 而且还新增了个被动技能 运转自如 对非暗之力的掌控大大提升 能够准确无误地操纵进去 杜颖此时也在外面给凝峰守 孤颖也在这时来到这里 看到杜颖在这 他心想他们两个怎么会凑到一起 这种强者哪怕放在全国都是凤毛领角 然而进来的时候就听工作人员讲 那个格斗家对凝峰十分恭敬 他对齐老师说道 你这个学生不简单啊 而此时凝峰已经转职完成了 就在刚刚 顾颖派齐老师去打探凝峰的消息 凝峰跟杜颖走出转职大厅后 就被齐老师叫住 齐老师说自己有些事情想了解一下 杜颖文言立马持续地离开了 留下一脸尴尬的凝峰 齐老师这时开口道 凝峰你已经完成一转了是吗 这让凝峰瞪大眼睛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也被发现得太快了吧 不过齐老师应该不会害我 想到这凝峰也承认了下来 然后齐老师又问起 凝峰有没有受到黑暗之力的侵蚀 凝峰很疑惑 为什么齐老师会这么问 齐老师只是担心 凝峰会不会变成变异者 随后拿出一块晶石 让凝峰检测一下 把力量注入这块晶石 就能显示体内黑暗之力的含量 凝峰健壮一脸的紧张 齐老师看到顿时有补补好的猜想 而凝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手靠近那块晶石 但就在接触的一瞬间 齐突然暴裂 凝峰一脸猛逼 齐老师见状魂都要下霉了 凝峰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齐老师显然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暗影交给自己的时候 只是说这枚魔精对黑暗之力十分明淡 他检测到变异者身上的黑暗之力会发生抖动 抖动幅度越剧烈 说明黑暗之力的含量越高 但是现在的话只能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 凝峰也理解齐老师的难处 但是他也不知道官方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处 实在不行就只能离开其余室了 这时齐老师突然掏出一本技能书 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祝贺你顺利完成一转 凝峰心中一脑 随后也掏出了准备给齐老师的礼物 圣洁语义 加二是精神 加百分之五十体力恢复及治疗效果 加百分之一百黑暗抗性 并且释放治疗类法术时无需隐藏 齐老师瞧见凝峰随随便便就掏出一件盛装 惊讶不已 随即表示这份礼物太贵重他不能收 凝峰只是笑笑解释这是他转职任务中的战利品 随后交给齐老师便离开了 齐老师拿着破碎的魔巾回到了冒险者办公室 孤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他们害怕官方对凝峰产生什么伤害 还是决定不再追查凝峰的消息了 并且如果他真是一位强者 这样激怒他反而损失更大 随后他命令手下停止调查 严格封存所有相关信息 齐老师文言立马举手赞同 见凝峰这边进展不了 他以后每次练集都得破坏一个秘境 迟早还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杜安实在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 便提议到去一些不在官方备案的秘境练习会不会好一些 最近世界涌现许多新的秘境 有一些官方抽不出精力去管理 有一些被邪恶势力占据 凝峰问他有没有这种秘境的消息 但是杜安目前手上也只有两个 需要的话还可以去搜集 杜安出面肯定比他方便得多 他也就交给杜安了 并且决定明天去交易行把战利品卖点 从凝峰家里出来后 杜安想着随便找个紧箭住一晚先 却碰到秦于市的新市长过来找他 他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杜安有没有长住的打算 在确认他有在这长住的打算后 市长也掏出了一张特殊冒险者凭证币给杜安 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我们会尽力满足 思索一番 杜安也选择收了下来 说不定对宁峰大佬有用 而市长此时在为自己招揽了一位四转强者 而沾沾自喜 宁峰只是随手掏出一张黑 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并且联合闭市的市长也急忙前来拜托 就在刚刚 宁峰刚准备关手机睡觉 就看到班级群里不停地弹出信息 没想到李大能在群里阴阳怪气的艾特自己 这家伙是汪月的爱慕者 但是劳资打游戏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时齐老师出来骂了距离大能 吓得他赶紧把消息撤回了 这把宁峰逗落了 齐老师真够意思 这时一道消息吸引了宁峰的注意力 警号多地爆发秘境入侵 造成严重伤亡 宁峰没想到世界一边这么严重 这才刚过几天的好日子 可惜让上次那家伙跑了 不然弄死他就没那么多事 一处空间的怪物突然打了个喷嚏 怎么莫名其妙有股心慌的感觉 第二天 画面来到远程交易所 此时杨欣还带着伤跑来上班 这一点不了被势力女销售一阵嘲讽 伤还没好就跑来上班 是为了攀高知来了吧 杨欣自然被这话气得连连否认 但视力眼却依旧说着宁峰只是个小偷而已 听到对方在说宁峰坏话 杨欣不由地大声便挤 这是一道尖刺从视力眼面前突起 他吓得瘫倒在地 宁峰从他后面走过来 嘲讽到你这嘴实在欠揍差点没忍住 视力眼瞧见是宁峰 立马叫守卫过来想要抓住宁峰 杨欣见状赶忙让宁峰离开这里 远程交易所不简单 被抓住就麻烦了 但此时几道脚步声传来 王大师已经带着两个护卫来到了现场 宁峰见王大师来了 立马质问他为什么调查自己 还要给自己安个小偷的罪名 王大师回答 质问我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随后便指挥护卫上前抓住宁峰 这时宁峰掏出了蔡市长给的至尊非卡 立马那两名护卫停住了脚步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远程交易所的客人的 瞧见至尊非卡 王大师和视力眼满脸的不可置信 然后质问宁峰卡从哪里来到 接着又打电话去调查 让视力眼先盯着他 没一会他就联系到蔡市长这 蔡市长问他为什么要调查 他送给明先生的会员卡 王大师赶忙解释说这是误会 蔡市长立刻把王大师点了一顿 随后一拍桌子就要赶过来处理这件事情 王大师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欲扑无类 随后又想到找多安来给自己对质 哪怕蔡市长也得给几个面 宁峰此时带着杨欣在等候区等的消息 没一会公布蔡市长和富安就一起赶到了这 宁峰很是疑惑他们怎么来了 杨欣也压抑两位大佬怎么和宁峰这么说 他们一来就瞪着视力眼 这把视力眼都快吓尿了 随后又看到一脸肥丧的王大师 他还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蔡市长询问宁峰需要他们的道歉吗 宁峰摇摇头坦言说他们不像是道歉就能回来 然后蔡市长立马指着他们 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给他 被辞退的他们仿佛天塌的一般 王大师突然面露凶相给了视力眼一巴掌 都怪你这个贱人 蔡市长健壮无奈斧头 然后命令守卫把他们都赶出去 解决完后 他们便来到了VIP室 杨欣很贴心地在这里给他们侦查到水 蔡市长庆幸宁峰对杨欣的印象不错 起码没有把他们交易所的好感全败光 随后客气地让杨欣好好工作 交易所不会亏待他 这把杨欣感动得一塌糊涂 看到蔡市长为了他的事情大牢员跑了一趟 宁峰也有些不好意思 蔡市长并没有在意这点小事 随后他问宁峰刚刚在看交易所的真品名录 是不是有上面感兴趣的东西 宁峰也表示自己想找一个叫做中墨遗毒的东西 然而蔡市长和杜安都满脸问号 那是什么东西 能够全属性加100的中墨遗毒到底是什么 就连市长和四转大牢也丝毫没有听说过这东西 随着调查组的出现很快就给宁峰解答了这个问题 前一天宁峰拿出了齐老师给了技能术 他的作用是法师在战斗中可以临时补充法 宁峰满怀期待地使用了技能术 不知道能蜕变成什么样的竞争 从后技能术变化作一道光芒钻进了宁峰的脑袋 这暗河流 吸收中墨遗毒中的残余非暗之力转化成自己属性 宁峰思考着这个中墨遗毒到底是什么 系统也没有给个解释 明天去交易所问一下吧 再得知蔡市长和杜安也不知道中墨遗毒是什么 宁峰也跟蔡市长告别离开 看着蔡市长又掏出一个飞行卷者 宁峰也不由感叹蔡市长的赋业 随后杜安也邀请宁峰去他的别墅先吃个饭 来到别墅后 宁峰再次赶他 好家伙 市长安排的房子这么豪华 杜安解释四转以上愿意留在秦宇市的都有特殊待遇 如果你喜欢可以搬到这里来 宁峰笑道 那倒不至于 自己现在多攒点钱都能买得起这里的房 何况自己又不缺房子住 没必要非得买东房子 在等待厨师做饭的期间 宁峰享受着这里的茶叶 这时杜安的电话突然响 原来是张市长打给他的 张市长解释上面派来的调查组 来调查之前的几次灾难 有些情况还得向杜安了解了解 宁峰一脸猛逼 杜安思索这件事可能会影响到宁峰 还是想先问一下宁峰什么意思 他放下手机 跟宁峰说起了这回事 此时冒险者的会议事 调查组一行人还在讨论着秦宇市神秘强者的事情 一个魁梧的壮汉问道 有谁见过那个神秘强者吗 顾影队长苏兰只能表示并没有见过他 没有见过那外面盛传神秘大佬拯救秦宇市的消息是怎么 那是因为逆境入侵突然终止 大佬又在做过什么 苏兰只能闭嘴不谈 齐老师知道苏兰是为了保护宁峰 所以把所有的事情压在自己身上 就在这时 张市长跑进会议室 并说杜安今天没空配合调查 壮汉文言叹了口气 嘲讽单说这种自由冒险者跟丧家狗一样 随即命令到调查工作由我们调查组全权接手 其他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到了晚上 历境写了墓园这边 一只脚踩到枯枝上面 原来是调查组的壮汉来到了这里 知道他是新来的调查组成员 守门的工作人员便没阻拦他进去 进入秘境后 看着这个破破烂烂的秘境 他也不由得惊叹一声 怎么样的力量才能将一座秘境摧毁成这样 即便是残留的黑暗之力也依旧强大 哪怕有神秘大佬面对这样的力量 也如同蝼蚁一般 随即他大笑起来 只见他手掌黑暗之力缠绕 一个魔物便出现在眼前 魔物肆意地吸收着残留的黑暗之力 见状男人不由地笑得更加邪恶 此时杜安的别墅这边 凌峰正在战场上驰骋 突然系统提示他发现周末遗毒 然后他就感受到似乎有什么东西 通过气息跟他联系在一起 仔细感应了一番 大概知道了他的位置 凌峰就打算出门去找他 杜安想问他出去干嘛 他却把手机塞给杜安就离开了 凌峰乘上小汽车 顺着导航确定那个位置大概是险恶墓园 但是没一会就感觉那东西开始移动 这时的险恶墓园出现了复明怪物 工作人员都吓得瑟瑟发抖 而怪物的样貌也全部展现出来 赫然是与怪物融为一体的壮汉 此时的他被怪物操纵着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险恶墓园自然被封锁起来 所有人都禁止通行 见车辆过不去凌峰也在这里下了车 另一边孤颖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瞧见变成怪物的壮汉 纷纷露出惊讶之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孤颖小队和变异的怪物发生了战斗 没一会他们就不敌被打倒 幸好有凌峰送给齐老师的装备 让他能快速进行救援才保住了苏兰的命 但是怪物打倒苏兰后也朝着市区的方向去 齐老师联系了张市长向杜安求助 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苏兰则说杜安和他实力差不多 根本就不是怪物的对手 他身后的人出手还差不多 另一边怪物还在大肆破坏 然而一道声音传来让他停下了动作 凌峰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周末遗族吗 要先来一发劲咒打趴他吗 杜安还没出手 怪物就朝他扑了 就在攻击块打到凌峰身上的时候 凌峰周身黑暗之力涌现 形成一个护盾挡住了怪物的攻击 感受着强大的黑暗能量 怪物产生一股星际感 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检测到周末遗毒 是否开始吸收 凌峰没有丝毫犹豫点击的确定 接着他身上便爆发一股强大的吸力 怪物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 就化为一道道碎片消失在这世间 这时全属性增加100提示弹出来 凌峰乐坏了 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富裕的家庭 不过除了属性 脑袋里好像还吸收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杜安也在这时候赶过来 他好奇这里发生了什么 凌峰指着那个怪物 刚才干掉了一个小卡拉姆 这应该是干掉了吧 市长叫自己来就是因为他吗 为什么附近的气息 不像使用过强力法术的样子 凌峰见他来得刚刚好 就让他处理这里的善后工作 然后一溜烟就跑了 杜安看得一惊 大佬不是法师吗 这个速度都超过敏捷系职业了 而凌峰也快速离开了现场 一段时间后 作为始作俑者的壮汉已经招供 他是在一个秘境找到那件魔物 可以操纵非暗之力成为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才借着调查的机会 进入秘境吸收非暗之力 却没想到失控了 而市长很高兴 居然真的有神秘强者在保护其余事 随后他问向杜安见没见过神秘党 杜安坦言自己有幸见过一次 张市长很高兴 希望杜安能够引荐一下 如果大佬愿意常住 不管什么要求都能怎样满足 杜安劝张市长打消这个念头 张市长只觉可惜 随后杜安又解释道 大佬有亲人在秦于世 所以会特别照顾朕 但是相应的他也不希望被打扰 苏兰和其老师一惊 难道神秘大佬是宁峰的长辈 宁峰已经回到了家里 他明白周末遗毒 其实是死去的秘境魔王遗留的残害 并且之前吸收的奇怪画面 是魔王生前的记忆碎片 但是他又不去当魔王 让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随后他又想起了一些什么 随着秘境的增强 一旦被入侵的时空抵挡不住 就会迎来世界末日 而我们的时空 对觉醒者的培养路径不完善 四转以上的强者都很少 如果照这样下去 人类只有死路一体 就算我能自保 但也不能生活在一个满是怪物的世界 只要我多收集一些 意图把有用的经验传播出去 应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不过具体怎么样 还是得慎重考虑 毕竟这些经验 已经超出了现有的认知 就在这时 汪月的电话打过来 原来是汪月转职成功 要请宁峰吃饭 这种好事 宁峰当然一口答应了 随后把定位发给宁峰 就挂断了电话 此时他和赵成 也从转职大厅里走出来 看到同伴他张大了眼睛 只见他们拿出礼炮 庆祝着汪月两人的二转成功 赵成听着周围的崇拜声 洋洋得意 随后又邀请汪月晚上一起去吃饭 但是汪月表示 自己晚上有别的事情就挽聚了 剩下几名队友面面相去 赵成气得脸色战红 徐婷还在为汪月打着圆场 赵成却煽动着汪月 不仅完成了S级转职任务 还觉醒了新的隐藏职业 大家的距离只会越来越大 恐怕总有一天 他会彻底脱离这个战队 这话让徐婷不由的也担忧起了 汪月邀请宁峰吃烤全羊 看着美味的烤全羊 宁峰直流口水 大喊一声交给就开动了 汪月很感谢宁峰的灰迹 帮助自己激活了隐藏职业 宁峰奇怪 那个灰迹能激活隐藏职业吗 但是在魔王的记忆里 发现我们这个时空的觉醒者 职业的确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难道就是那个灰迹的作用吗 汪月也想问一下 那个灰迹在哪里能找到 宁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汪月很失望 要是能买到就能送给宁峰和伙伴 看着汪月为自己考虑的样子 宁峰露出一母像 随后汪月告诫宁峰要多加练级 等找到适合的灰迹 说不定也能激活新的职业 宁峰直接摆烂求女神保护 这时汪月突然痴痛一声 宁峰连忙关心发生什么事情了 汪月解释这是完成S级任务的时候受了点伤 虽然治疗过了 但还得休养一段时间 宁峰不解 原来S级任务难度这么大吗 这时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宁峰接听询问对方是谁 谁知对方直接披头盖脸的问宁峰灰迹从哪跑 宁峰也不惯着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汪月好奇发生什么事情了 宁峰解释说有个口气很臭的家伙 问他灰烬哪里来了 汪月瞬间不淡定 我没有跟外人说过呀 怎么回事 宁峰也不在意 继续啃着羊肉 谁知那个人继续打开电话 一开口就说赶挂老子电话 信不信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宁峰现在也不想在汪月面前太张扬 没理会那个人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一会东覆 整只羊都到了宁峰的肚子 汪月还想送宁峰回家 但是宁峰直接拒绝了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却突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只见自己家里被搜得乱七八糟的 就连珍藏的杂志都被翻了出来 这是一道脚夫声传来 一个黄毛走出来 飙喝 小兔崽子终于回来了 宁峰眼神伶俐 刚刚就是你打电话给我 黄毛把日记本一扔说道 没错 老子说过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宁峰还想问谁派他来 黄毛一脸瞧不起宁峰 没人告诉你 面对强者的时候要保持尊重吗 就在这时一个人 忽然从宁峰身后偷袭过来 宁峰只是一个闪身就避开了攻击 随后抡起胳膊 重重地砸在了偷袭者的脸上 打完后宁峰根本就没回头瞧太野 黄毛剑撞下的冷汗直流 宁峰整理一下衣服 那句话还是还给你 面对强者的时候要保持尊重 黄毛不敢置信 消息说这家伙明明是个异星职业 为什么这么烈 同时他也掏出了飞镖偷袭凌峰 宁峰感受着全属性加一百的实力 然后歪歪脖子躲开袭来的飞镖 黄毛见识不妙立马打算逃走 就在他快速往阳台逃跑的时候 他的脚忽然被宁峰抓住 因为惯性他直接撞到墙上 发出一阵哐当响 抓回来后宁峰先是让他们先把房子收拾干净 然后再赔偿自己的损失 黄毛表示他们身上所有东西都已经掏出来了 宁峰这才开始审问他们到底是谁派过来 黄毛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是宿室工会的赵成 他说你手上有一种特殊的灰迹才让我过来打 宁峰听到赵成就想到了汪月工会的那个法师 既然知道了雇主宁峰也留着两个人没有用 刚好有一个禁咒没用过 这下子真是便宜了 然后就使用技能绝魂暗移控制了他们的心智 另一边赵成他们结束了晚餐后 他们队伍的顿战士跟着赵成问到有没有灰迹的消息 赵成一脸阴沉地说已经派人去找宁峰了 如果他不配合就让他生不如死 顿战士还担心会不会被汪月知道 赵成却表示他管不了那么多 这是顿战士提起和汪月做转职任务的时候 赵成让他放Boss过去让汪月吃吃苦头 然后再来个英雄救命 却没想到汪月拼着受伤把Boss干掉 忽然他们前面冒出来一个人影把他们吓到 原来是黄毛出现在他们面前 赵成只在乎自己想要的消息有没有得到 全然没注意到黄毛的脸阴沉地可怕 当得知让汪月受伤的就是眼前这两个家伙 冰峰再也忍不住了 抬手就掐住两人的脖子 准备好迎接审判吧 伤害汪月的人都得死 而且也别想死得那么容易 凌峰让他们好好体会了一番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直到化为灰烬 同时黄毛的身体也逐渐消散 感受他们消失在这世间 凌峰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 自己住在普通小区 根本挡不住高阶觉醒者的进出 本来打算从魔王的记忆中提取出一些重要的内容保存下的 幸好还没有开始 不然被发现麻烦就大了 想想干脆还是搬到杜安那里去 毕竟他是四转强者 来到杜安别墅 在听闻有人对凌峰下手杜安也是非常愤怒 当即就要去调查什么人在高普 凌峰得知前因后果也不着急 随后问向杜安任不认识一些靠谱的炼药师 杜安好奇询问凌峰对炼药师有什么要求 凌峰提出了一点点的要求 就是水平要高一点 还能信得过 最好是自由者 身份越简单越好 杜安思索他认识的炼药师中水平好的基本上都加入了大型工会 在魔王的记忆里他曾经杀害几位高阶炼药师 他们调制的药剂效果明显高于我们这个世界 可信凌峰也不懂 只能抄入一些药方找这边的专业人士探讨 但是加入了工会的炼药师往往泄密的风险也很高 有了今天的教训 凌峰也不希望太早吸引来一堆苍蝇 他只能让不安帮忙留意一下 然后凌峰也打电话找汪月问一下 却没想到他真认识 他们站队的徐婷他哥就是炼药师 本来想拉进站队的 但是赵成和他处不来就没谈了 要是有兴趣可以安排一起见个面 听到又是赵成那个猪队 有凌峰不由的感叹一下 随后凌峰说自己有几张药方 还是让汪月先给他安排见一面 没多久他们就碰面了 见到凌峰 徐薇很直接地问他能不能看一下药方 看过药方后徐薇想了解一下药剂的作用 当听到凌峰说这药剂能让经验获取提升110% 徐薇顿时惊呼一声 市面上的经验药剂最高也只能提升40% 而且还贵得好 要是有提高100%的药剂 岂不是连一星二星的职业都能快速升级 凌峰也说不准 所以才过来请教一下 随后徐薇便打算先去做一下实验 他把徐薇喊过来给凌峰泡茶 他们有说有笑地等了好一会 此时楼上拼令啪啪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好奇发生什么事情 随后便跑上楼去查看 刚上来徐薇就看见一只东西飞出来 这是他哥做实验用的史莱姆 突然一个火球树飞过来把史莱姆封成渣 这让三人都吃了一惊 只见徐薇一直念叨着成了成了 真的是提升100% 这让两女满头问号 见到凌峰后 他兴奋地抓住凌峰 对他说自己用史莱姆试过这药剂 真的可以提升100%经验 凌峰暗戳戳地想着 其他药方应该也可以用 徐薇说着又发出一击火球树 把旁边一只史莱姆又封成了渣 当他们把药剂的作用告诉两女 显然他们也被震惊到了 徐薇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赶忙 让他们尽力保密 随后看向凌峰问他打算怎么办 如果售卖的话 绝对能赚到无法想象的材 凌峰顿时也思索起 这时手机一直在想 他看了一下发现是干击群发来消息 下周一开始要到凌氏的秘境练集 同学们也都纷纷响应 凌峰看着消息思索了一阵 然后决定把经验药水先给自己人用 徐震立马询问他是不是自己人 得到肯定的答案 他兴奋地手舞足蹈 凌峰思索着这种药剂 一旦到市面肯定会造成轰动 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不怀好一只人 还是先把自己的势力培养起来 到时候他们就应该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了 在凌峰得到经验药水后 他就想先把自己的势力培养起来 连汪月战队的狂战士周江树也不放过 听闻此言汪月两人都很激动 毕竟他们想着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学 凌峰想着周江树毕竟实力还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做我的打工仔 徐薇这时候询问起凌峰有没有其他的药方 当看到药方的时候顿时也沉默了 上面很多材料自己听都没听过 有两张虽然知道材料 但是自己目前的等级还做不出来 不过这毕竟是异世界的药方 有几张能用就不错了 汪月此事建议道 等第一批药水做出来咱一起去练几 徐婷在一旁疯狂赞同 汪月说着又拍了拍凌峰的肩膀 凌峰 也得去 凌峰一脸的无奈 怎么又有自己的算 他无语地看着面前几人将事情都定下 也只能把自己的怨气吞到肚子里去 时间来到约好的星期 此时凌峰已经先行来到了即可点 他联系汪月得知他们等一下才会到就在路边等着 这时候一辆大巴驶过 这是凌峰单级的人 凌峰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去秘境 而他们也在肆意地嘲笑着凌峰 大巴车留下一片灰尘阳长而去 等到了秘境入口 学生们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有些惊讶 一个男生问什么时候能进去 齐老师估计了一下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杂尔班能够第一批进去就很不错了 这是一个男生注意到凌峰来了 而且还是跟着汪月的站队一起 看着他们率先进入了秘境 男生顿时妒忌到为什么凌峰能先进去 凌峰是跟着素食工会去秘境深处 那边人少不需要像你们这样排队 男生更加不甘了 凭什么凌峰那个废物能傍上汪月神 这是一个人上前来询问男生 刚刚说的是那个全国超新星榜排名第五的汪月吗 男生此时紧张地回答道是他 在他们的目送中 几个装备精良的人转身向秘境走去 再确认他们已经进入了秘境 这时候男生才露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是一个女孩告诉他 这三人和汪月一样都是全国超新星榜的新秀 排行第四的长木秋 排行第三的李克 以及排名第一的顾云周 凌峰他们已经来到了秘境深处 当周江树拿到经验药水的时候 也忍不住激动地叫喊一声 徐庭立马跑上来给他来了一巴掌 小声点 你生怕别人听不到吗 随后他问向徐薇这种药剂应该很贵吧 徐薇解释这药剂炼制并不负责 珍贵的就是他能够以低成本就能提升实力 凌峰光靠这个就能成为任何一家几间工会的座上帝 性格直爽的周江树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 只能拍着胸脯表示脏活累活全都干 光月看着此时的凌峰 他知道凌峰并不擅长交际 所以朋友一直都很省 特别是在他16岁觉醒失败之后 学校的人都嘲笑他 使他变得更加孤僻 难得见他聊得这么高兴 希望他赶紧振作起来 随后他吩咐道 我们这次没有肉盾和法师 所以战斗中要尽量确保安全 凌峰先不用出手避免吸引怪物注意 随着一声振奋的呐喊 众人皆是明白自己的位置 虽然这样子升级很慢 但是凌峰看在大家的面子上 还是决定配合下 光月率先射出一剑开启战斗 箭矢落在怪物的身后 发出一阵剧烈的爆炸 被吸引住仇恨的怪物们冲了上来 徐婷举起法杖就释放出增幅技能 技能叠加到周江树身上 立马就让他战力飙升 他一斧子下去地面瞬间裂开两半 而徐薇也在不断地丢击着小火球 被击中的怪物瞬间炸成飞灰 经验的快速提升让他非常兴奋 这样下去很快自己就能练至心情要紧 而徐婷和周江树也能在高考之前达到二转 跟汪月一起考上重点大学了 就在这时 山洞里突然传来一声嗤笑声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几人纷纷看向洞口 来者赫然是顾云周 长木秋和李克三人 只见顾云周嘲笑道 连二转都没到的家伙 居然把考上重点大学说得那么轻松 周江树他们显然也知道 对面是全国超新星榜单上的人物 看到他们认出自己 顾云周更是亲面一笑 他们几个是专门来找汪月的 顾云周问向汪月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的战队 汪月以自己有战队为理由直接拒绝了他们 顾云周却以为汪月想带上自己战队的照常 表示可以给他这个面子 汪月却是直接回复自己并不想加入其他战队 顾云周却对汪月说别着急拒绝 可能消息还没有传到秦云市 由于秘境频繁发生异动 怪物越来越难对付 三家重点大学都提高了考核标准 今年只招收精英战队或者个人 条件很优厚但是名额却很小 现在是难得的机会 榜上的新秀们都在重挤自己的战队 当然也包括我们 更何况这么弱的战队根本不值得你待在这 听伦此言大树和徐庭的脸瞬间飞了下来 顾云周还在说弱小就是原罪 这让汪月愤不得直接拔出他那四十米的大头 顾云周摆摆手 你一个远程输出不会想在这里跟我动手吧 徐庭这时也出来安抚汪月的情绪 不要理他们 我们换个地方练剧 汪月没理会他们带着队友们就想离开 凌峰便走边想现在汪月觉醒的新职业 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他们 这时候一只脚拦住了凌峰的去路 只见李克正趾高气扬地询问凌峰是不是照成 得到不是的答案直接骂他废物 凌峰此时也被气倒 差点就想给他来一发敬就尝尝 这时大树挡在凌峰身前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看到有人给凌峰出头 李克竟是直接向大树打出一拳 见他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李克又用另一只手一拳打在大树的胸口 汪月健壮急忙想上前帮忙 却被布云周挡在面前 汪月一脸不愿让他赶紧滚开 被搏了面子的布云周顿时咬牙切齿 这时大树的声音传来 不要过来 我没事 只见他慢慢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肋骨断了好几根 这家伙是故意下狠手 此时他还担心凌峰被牵连忙让他退远点 李克还在嘲讽着大树 大树忍不了直接冲上来就想给他一拳 却没想到李克的动作更快地来到了他的面前 汪月和徐婷运转法力想要支援 但是赫然已经来不及了 拳头已经来到了大树的面前 但此时一只手伸出来轻描淡写地挡住了袭来的攻击 凝峰也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一幕让其他几人纷纷震惊 而李克此时正在苦苦支撑 为什么法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随着凝峰反手握住对方 然后随手一抛 李克便修地一下飞了出去 攻击力把岩石都砸碎了压在李克的身上 看来这话要还给你们 费务 顾云周刚想上前帮忙 就对汪月一剑射中了屁股弹子 这酸爽的感觉让他目自欲裂 把一旁的徐婷逗得无嘴直笑 而长木秋看见眼前荧幕却是满脸惊恐 法师徒手打败狂战士 弓箭手近战射中了肉钝 这不是在做梦吗 凝峰叹了口气 还想着低调点 非要逼我出手 随后他让徐婷赶紧给大树治疗 在治疗的过程中 他问大树怎么处理对面那个人 周江树则是恭恭敬敬地回答 您做主就好 看着他们敬畏的态度 凝峰不由地发起愣来 随后他让大树去把那个家伙的装备 扒下来当作陪仇 听到这话 顾云周又惊又怒 你们这是在抢劫 犯法 回应他的则是一道猛烈的奔机 正是凝峰快速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顾云周立马额上了前 我身上的装备也不错 您要是看得上尽管拿去 凝峰搂着他道 算你识相 不过要是被我知道事后再找麻烦的话 就得问一下我的拳头了 而长沐秋那边已经把装备都递给了徐提 看到他这么懂事 凝峰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随后便带着众人到别处去练机 汪月本来还想带凝峰练机 却没想到凝峰这么练 凝峰只是不想那么张扬 知道凝峰有自己的秘密 汪月也不多问 只是一直气鼓鼓的 凝峰只是笑笑安慰 还是月儿最懂我 随后汪月拍了拍凝峰的肩膀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为你感到高兴 凝峰此刻看着汪月露出个大拇指 凝峰首次遭受重创 就连系统都无法抵抗那种力量 就在刚刚 凝峰狠狠地教训了一下顾云究极 大树和徐提兴兴奋地跟着凝峰积起喳喳的 大佬你要去哪个学校 大佬你要加入哪个工会 全然不顾后面差点泪成狗的徐薇 而在凝峰看来 大学和工会都是管理比较严格的地方 一个不小心就会暴露秘密 对自己而言似乎没有加入的逼 目前还是专心打怪 想着他就挥挥手带着众人去深处加快练及速度 因为净咒不能暴露 所以只能凭借属性加成和被动技能 倒也是够用了 过了几天 凝峰终于是回到了别墅 他满脸疲惫 这几天也只升了一级 这还是有精炼药水的协助 习惯用净咒刷怪 都忘了这才是正常的升级节奏 他生了的懒腰 打算先放松个几天 不然变强了还跟别人一样卷 那就没意义了 然后他跟杜安一起玩游戏 躺平了睡懒觉 一起烧烤 正在吃烧烤的时候 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杨兴打电话过来 他说最近附有一场拍卖会 问凝峰有没有兴趣参加 凝峰见自己最近也没啥事也答应了 随后杨兴就说 等一下和新来的唐大师 一起拿拍卖品的名录过来看看 凝峰自然是乐得自在 在心里暗叹这个唐大师的确会来世 过了好一阵 杨兴带着唐大师来到了别墅 唐大师姿态放得很低 因为蔡市长专门叮嘱过 他要好好服务面前这个年轻人 然后他看向杨兴 让他把拍卖名录给凝峰瞧瞧 凝峰看着手中的名录 看了一下感觉也没什么适合他的 见凝峰翻得这么快 唐大师明白他还是低估了凝峰的实力 突然凝峰手指一顿 他看着屏幕中的物品显得很惊讶 唐大师还以为他终于看中了一样东西 连忙上前给他介绍 这是最新的经验药剂 能让经验获取提升100% 并且非常稀有 本适合大佬刷截 而凝峰听闻后便沉默了下来 他的药方只有徐薇见过 杜安看见药剂也反应过来 而唐大师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个反应 凝峰一脸阴沉地问唐大师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东西 唐大师见形式不妙 立马坦白说这是苍瑞工会委托拍卖的物品 苍瑞工会是全国七大领级工会 实力很雄厚 难不成是徐薇偷偷偷把药方卖给他们 想到这他立马询问 苍瑞工会有没有说过这药水是从哪里 唐大师立马回到 听说他们发现一处新型秘境 叫做神之试炼 只能够单人攻略 每通关时层就能得到相应简易 这个药方就是他们成员通过试炼的奖励之一 杜安也是头一次听说有这种秘境 这应该也是秘境变异的一种吧 凝峰放下心来 不是徐薇有问题就好 不过神之试炼这名头一听就觉得是个很厉害的地方 这时候系统突然跑出来给凝峰发布了一个任务 通过试炼秘境 将他的力量为你所用 时间限制60天 失败惩罚抹除宿主 看着系统首次发布任务 凝峰更觉得这神之试炼不简单了 随后他看向唐大师 表示这次拍卖会自己不参加了 唐大师也没想到凝峰居然一件拍卖品都看不上 接着杜安就表示自己要去查一下秘境的消息 凝峰见没什么事情也跟着一起去 随着鼠标哒哒哒的声响 杜安也找到了一个网站 然而还需要全线登陆 不过还好自己有张市长给的特殊凭证 随着登陆 他们也看到了有关秘境的消息 这个秘境看起来就像一座塔 这秘境得到官方允许苍锐工会自行管理 也就是未经苍锐工会允许 怪人根本就进不去 但是任务都发布了 完不成会被系统抹除的 得想个办法混进去才行 晚上凝峰劈着一件帽衫来到了试炼秘境 他没想到这么晚还有哨兵在把手 不过查了一天有关秘境的信息 凝峰觉得自己还是对秘境有很多了解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 凝峰决定使用技能进去 紧接着立即发动技能 凝峰电来到了守卫的身后 还抽空做了个鬼脸 接着他一跃而起就打算冲入秘境 随时就在快金属的一瞬间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爆炸的一波把场上的几人全都轰飞了出去 爆炸的声响也吸引了各方的注意 而在某一处房间 虚空突然破裂开 凝峰从虚空中掉了出来 直挺挺地倒在了床上 他不明白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刚刚接触到逆境入口的时候 柄云忽然涌出一组强大的能量 把自己固体的绘图手欲瞬间击碎 凝峰惊慌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这时候系统也弹出警告 系统免疫一次探查 受到3%损伤 凝峰大惊 这是什么探查技能 连系统都能受到损伤 然而系统还在不断地遭受探查带来的损伤 试炼逆境中居然有神明登场 凝峰的身份竟然是邪神 就在刚刚 凝峰遭受重创倒在床上 而在试炼秘境这里 苍瑞工会的会长带着治疗师来到镇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士兵终于是恢复了意识 何诗宇满脸严肃问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士兵回想刚才秘境门口 突然发生爆炸 自己就晕倒 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何诗宇眉头紧皱 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难道秘境发生了某种变吗 这是一个法师装扮的女人 从他身后走出 只见他举起法杖 在他上空便出现一个阵子 随着阵法不断扩大 他竟是使用出传说中的法术时间回溯 原来这是秘境自带的法阵 不仅能够时间回溯 还能够记录内部和周围的影像 随着法阵的时间逆转 而眼前的一幕让何诗宇瞳孔皱缩 只见一个浑身漆黑的影子出现在眼前 然而秘境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吓 大胆邪神竟敢倾丧我的领地 紧接着一个冒着金光浑身魁梧的神明显现出来 而此刻神明懊恼又让邪神逃走了 不能再让他毁灭这个世界 于是运转神力寻找他的位置 画面到此戛然而止 在场几人听闻邪神将会毁灭世界 纷纷露出惊恐的神色 很快这段影像就被送到工会联盟处 这是他们首次确认神明的存在 虽然不确定神明的身份 但是他释放的法术就达到传说中的静咒级 他们也没想到秘境中会出现真正的神明 但是静咒级法术都消灭不了邪神 这可不是的好消息 如果邪神真想毁灭世界 恐怕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不过通过试炼可以得到神明的恩赐 其中会不会有能对付邪神的静咒法术 这个办法或许真的可以试一试 何世宇并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些人都在打他秘境的主意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反对 不过他也提醒众人 秘境里的怪物非常强大 凭他们现在的实力 恐怕都是不够资格获得神明的恩赐 接着守卫的刘会长摸着下巴问道 老冯 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道身影从黑暗中走出 我能有什么看法 你们还派了个调查组去捅出那么大的窟窿 要不是那里有神秘强者作证 你们就算残害无辜了 文言刘会长也只能捂着头不敢说话 毕竟他还想请面前之人出山 这个人就是孤影小队前负责人冯恶 由于非暗之力的代价 变成了这样的退隐江湖 刘会长找他来 就是想让他把这段影像交给他徒弟 让秦渔市的神秘大佬看一下 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冯恶大怒 在这种时候才想起咱家徒弟 话还没说完 就被刘会长用两箱好酒收拨 听到有酒喝冯恶顿时安静了下来 随即恢复成一个老头的模样 答应了下来 此时的别墅里 宁峰正悠闲地躺在床上 看着系统的信息 上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就来新的任务了 而且看这个标题系统 倒是一点都不在乎受到的损伤 带着满脑的疑问 宁峰干脆出去走走 走到客厅才发现有客人来了 冯恶打起招呼来 你就是宁峰同学吧 宁峰此时还在好奇对方的身份 好在多安给他介绍 此人是孤颖的前负责人 现任的冒险者管理局局者 冯恶 苏兰则是冯老先生的弟子 本省孤颖的负责人 他们过来想要请神秘大佬帮忙了 听到冯恶的名字 宁峰立马知道他的名号 他可是号称最强变异者的赤焰死神 所有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冯恶显然很是满意宁峰的反应 大手一挥便拿出来500万金币 和200平高阶惊艳药水当见面 哪怕是宁峰都被这么大的手笔惊到了 但是无功不受禄 当即便问他来这里所为何事 随即苏兰便掏出投影仪 给他播放了那段关于秘境的影像 看完后宁峰顿时吓得压麻呆住 自己一个10号学生怎么就成为邪神了 系统还说小场面 小场面个屁啊 百名在坑我 但是此时是万万不能露出马鸡 他只能强行让自己吻下心来 随即便表示自己等一下就把视频发给大佬看了 有什么消息在通知 走之前苏兰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宁峰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联系有着好 看着他的名片宁峰这才想起 他就是转职时接待自己的美女 宁峰一拍额头 难怪自己那么快就暴露 七大公会挑战神之秘境失败 孤安为了变强而开始训练 邪神到底会不会毁灭世界 宁峰也将攻略新的秘境 离开了渡安的别墅后 冯老也是当着苏兰的面夸赞 宁峰似的不错的人 这是苏兰问起他一直疑惑的问题 师父 宁峰和神秘大佬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冯老思索一番表示这不重要 既然他希望我们把他当成学生 奈他就是个学生 敌人还在不断变强 我们却连神明的恩赐都没资格得到 只能期望神秘大佬能够成为我们的最强后座 而此时的宁峰也在别墅里喝着茶 他现在终于知道是那个秘境的神明 才让系统受到损伤的 对方能够一击击溃自己的绝对人物 说明他也是一个达到静咒级的人物 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敌人 当然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修复系统 毕竟还要靠他屏蔽神明的搜索 还要通关试炼的任务也得完成 这力量不能为我所用对我来说就是威胁 随即他马上让杜安整理冯老提供的资料出来 试炼匿境的内部像一座塔分为许多层 因为没有完成攻略目前具体的重塑位置 里面怪物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目击 目前闯关的最高记录是何时宇的42层 任务又没有指定要自己去完成 或者可以叫个人替我去做布局能不能成功 想到这他询问杜安要是去闯关能闯到第几层 杜安保守的估计了一下大概能到35层 凌公觉得杜安的实力还是不太够 但他毕竟是自己人 让他去自己也安心 于是便打算给杜安来一场特训 下一刻来到冯老的办公室 当得知大佬要派人去参加试炼 冯老也是十分惊讶 苏兰也是表示他们还要借我们的训练室做特训 冯老文言也是沉思片刻 然后便哈哈大笑起 他只觉得事情变得十分有趣 原来前一天七大工会的会长们也去挑战试炼律锦 然而结果是全都挑战失败了 就连全国顶尖的强者刘应珍都没有成功 所以他现在对杜安十分感兴趣 被神秘强者指点过的人能达到什么程度 激动的情绪在他脑袋燃起一把 这便是冯老使用黑暗能量的代表 火焰一直在燃烧他的生命 苏兰也是十分的精巨 这难道没有办法缓解吗 一段时间后 凌峰和杜安也来到了训练室 难得看到这么多大路 市长现在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 周队长也是十分庆幸当时没有得罪过宁峰 而另一边苏兰给他们介绍训练室的使用 只要提供足够的信息训练室 就能模拟各种实战的环境 了解之后 杜安也是将准备好的资料递给苏兰 点开后苏兰也是没有想到 他们给的资料这么齐取 就连怪物的弱点都标注出来了 而信息当然就是宁峰从魔王的记忆中提取的 客套了一下之后 冯老直接询论道 大佬说过邪神真的会毁灭世界吗 苏兰显然被这话吸引得住 几个人面面相去 当然这问题在几天前杜安就问过宁峰 宁峰很是无语 这种问题直接问邪神本尊 你让我怎么回答 但毕竟杜安是自己人 该怎么回答才不显得敷衍呢 杜安此刻回忆着宁峰的话 回答到只要有他在 世界就不会毁灭 这霸气的回答也让冯老失分了 苏兰表情十分凝重 大佬居然这么强怜神明都不放在眼里 而神秘大佬却在为自己的回答 沾沾自喜 冯老上前握住杜安的手道 接下来试炼秘境就要靠你 不多久 宁峰几人站在一个巨大的屏幕前 静立的夜里突然发出一道响声 直至杜安被砸飞了出来 他的面前几只面容可怖的怪物正徐徐而来 就在他们一跃而起正要攻击杜安时 杜安猛地大喊了一声暂停 只见眼前几只怪物便缓缓消散 此时宁峰还想让杜安先出来休息一下 可是杜安并不想让宁峰失望 倔强地表示自己卸一下暂时几次 苏兰暗自佩服 要是自己来肯定无法通过试炼 而冯老知道宁峰几天就完成了一准 说不定杜安也有这样的奇迹在身上 神秘大佬可能掌握了更加高级的战斗体系 殊不知宁峰根本没想到那么 他以为知道怪物的弱点以后 但却忽略了人都是有极限的 要是杜安不能通过试炼 那也只能自己亲自完成 但自己的战斗经验也不足 全靠静咒暴露的风险太大了 想到这他跟冯老他们告别了 得趁着开学前再去提升一下实力 最好能给杜安搞一些厉害的技能或者装备 随即他来到一处角落 随手便掏出一张飞行卷轴 还好在交易所采购了一匹 紧接着撕开卷轴便化作一道光向上飞去 没多久就到达了目的地 凌峰换上新手装备向四周观察 终于在一处地方找到秘境的入口 这就是杜安说过的野生秘境之一 但附近怎么有战斗过的 但他也不多想 转身便向入口走去 先进去再说 机翼博士露面 凌峰再次阻挡秘境入侵 邪恶的魔王甚至还没来得及出场都已经凉透了 就在刚刚凌峰进入了一个野生的秘境 他使用由寒冰剑蜕变成的劲轴 极度深海 将整个秘境的怪物通通冻成冰雕 简直就不费一点吹灰之力 并且这里怪物的等级还不低 自己一下子就升到了37级 凌峰满意地敲了敲身旁的冰雕 这下子又可以学习新的技能了 选哪一本技能好了 此时在秘境外面 一对长相邪恶的眷顾者出现在这里 他们将过来剿灭他们的冒险者给反杀了 于是便气定神闲地谈论起 刚刚有人使用飞行卷轴过来的事情 那也是过来找死的蠢货吗 不过他们来的越多献给魔王大人的祭品就越多 托他们的扶魔王已经击挡了足够的力量 今天就是魔王大人降临的日子 部下听到纷纷欢呼雀跃起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殊不知倒下的冒险者中还有人有着通讯装备 这些话完完整整地传送到他们的队友这边 听到有魔王降临 这位女队员意识到大事不妙 立马就将事情报告给他们的队长 他们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秘境入侵将会腐化最近的城市 他们昌龄市现在很危险 队长怎么办 而酷似奇异博士的队长这时也冷静了下 第四小队已经全军覆没 就算咱们过去也无法阻止秘境入侵 而且那个秘境的怪物很强 我们不可能死得了 想到这他立马吩咐手下立刻回去疏散人群 能走多少算多少 而队长打算留在这里随时报告秘境入侵的情况 队员还想劝一下他 但队长此刻铁了心命令他们赶紧走 队员们不得已只能先行离开 这时队长满脸的惆怅 仿佛告别式地拨打了他家宝贝的电话 等一下爸爸有个紧急演习 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知道吗 挂断电话后他一脸的沉住 下一秒他的宝贝又打来电话 乃生乃气地跟他说 爸爸话还没说完干嘛挂我电话 队长也温柔地问他宝贝想说什么 然而对面一句生日快乐 立马让这个铁血男人破防了 他的度员在以最大的速度离开这里 此刻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而在秘境入口这边 黑暗之力不断涌动 感受着愈加强烈的黑暗之力 眷顾者直接激动地笑出了声 随后立马跪倒在地高峰 攻阴魔王大人 而此时凝峰满脑的疑惑 看着眼前的荧幕他顿时正果 反应过来后他瞬间惊慌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而眷顾者此时也反应过来 你他们是谁 魔王大人吗 原来刚刚凝峰在历境里 动成冰雕的竟然是魔王队伍 魔王的尸体此刻也是欲酷无泪 本王我呀 已经凉凉了呀 眷顾者此刻猜测着凝峰的身份 他不认识我们 排除掉魔王的化身和其他眷顾者 而且一身新手装扮就敢独自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刚刚那道飞行卷者 或许他想要效忠魔王大人 却被强大的非暗之力吓出来 随即他立马大声质问 小子你是来投奔魔王大人的吗 宁峰面无表情地否认了他 我来干什么关你什么事 小子你很嚣张吗 是不知道我是谁 老子叫顾戎 你急通鸡犯 手上有两百多条人力 而宁峰此刻也不耐反省 反死了 要打就打 不打就滚 顾戎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他握紧双拳 小子你找死 他的不重纷纷起 弄刺他弄刺他 然而下一刻 黑暗之力笼罩天空 吓得他们更大的双眼 老大 天怎么突然就飞了 而不容又哪里知道 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阴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抬头望去 纷纷露出惊喜之色 那是什么玩意 好可怕 这就是宁峰刚刚学会的禁咒 刚好拿他们来打个牙击 由探测术蜜变的灵面世界 此技能可以洞悉对方一切弱点 并且将弱点细致地罗列出来 那敌人在这个技能面前 岂不是所有的破绽 都会暴露出 幻境里可以按照我的意志 针对被困住的家 反复地实施弱点攻击 就像恶魔玩弄无助的猎物一般 难怪叫做灵灭世界 这技能真变开 但是可以看到弱点 或者还能在其他方面利用一下 过了一阵子 原本乌七七的天空 陡然升起了一抹亮光 其一博士队长发现 这么久都没有预计 于是他打算上去看 要真有事 无非也是早死乱死的区别 这样想着他就朝着秘境路口走去 没多久山间就传来一阵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 看着满地的尸体队长满脸不可思虑 以及通缉犯于禁之刃 布荣还有他的部下全都被干掉 他们为了追捕布荣 已经牺牲了四只冒险者想夫 没想到就这么完蛋了 那逆境里面什么情况 逆境里面似乎被一场巨大的冰暴封住 没有一个活着的怪物 队员问到那逆境的Boss 队长此时一脸惹上市的神情解释 Boss被我打碎了 刚刚看到他被冻住 想确定他死了没有 谁知道一挺就倒了 那他到底死了没有 没有物品和经验掉落 应该是死后 那逆境入侵还算数吗 队长看着倒在地上的魔王 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凌峰即将成为男生公敌 只因他不仅和自己学校的校花青梅竹马 并且刚转学过来的女神也被他亲爱有加 就在刚刚凌峰回到别墅 看到杜安一副惭愧的模样说 大佬 我能力不足卡在四十五走 凌峰健壮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倒 不要紧 先休息几天吧 之前主要想让你了解试炼秘境的情况 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次魔鬼特训 听到凌峰没有放弃自己 杜安顿时痛哭流涕 随即立马打起精神要去给凌峰准备大餐 然后在凌峰的目送中愉悦地离去 而凌峰也趁这个剑气拿起手机玩起了游戏 刚登陆游戏就看到冯前辈发来的消息 凌峰好奇他找自己干嘛 没想到点开一看却是冯老找自己开飞的消息 凌峰顿时懵了 这不是被盗号了吧 直到冯老再次发来一段语音 他这才相信这是冯老本 没想到冯前辈表面一本正经 居然还有这种爱好 当侠子才来胜利的响声 凌峰立马夸赞冯老的技术牛批 只要跟冯老搞好关系以后做事也方便一些 刚好冯老这事也告诉凌峰 过段时间将会组织一个超新星训练 表现优异的能免是录取任何一家大学 并且给予最好的资源培养 我手上有两个名论你敢不敢进去 听闻凌峰也思索起来 本来觉得自己拥有静奏 其实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 但是将来要跟神明为敌的话 自己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是要吃大亏的 想到这他立马兴高采烈地将两个名额收了下 晴于是第七中学 一众学生还在吐槽着今年的大学考核难度大事 上课铃声突然响起 齐老师带来了一位新的转学生 班里的男生顿时纷纷露出了诸葛像 紧接着转学生便介绍起自己 见到他铃峰立马响起来 他不就是之前在逆境里面的长木秋吗 这时候长木秋主动问自己可不可以坐到宁峰旁边 虽然不理解 但是齐老师也尊重他的选择 随即他便来到了宁峰隔壁坐下 还没等宁峰反应过来 班里中男生的度火已经燃烧起来 然而在校长室里 长木秋原先的校长跑过来兴师问罪 他不仅仍走了 还带走了一个训练营的名额 这是要影响他们学校升学率的呀 方校长陪着校 这个训练营全省都只有四个名额 现在加上长木秋的话就有三个落在他们学校了 难怪张校长千里迢迢跑来问字了 这一下子发财了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刘助理走了进来跟方校长说 校长 有人想见你 说你电话打不通 方校长好奇是谁找他 他跟张校长谈事情将手机禁音了 然而听到是冒险者管理局的冯岳 他们就丧失了刚刚的冷静 随即连忙跑到冯老面前握住他的手 这位可是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大佬啊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冯局长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冯老这时介绍到他的孙子冯瑞 他想将自己的孙子转到这所学校读书 张校长听闻直接将下巴给惊掉了 冯瑞是全国超新星榜排名12的天子 他的职业是暗黑系的血缘骑士 当时还是担心 非暗之力失控没展示全部实力 不然都能冲进前五名 为什么冯老的孙子会来这种小学校 而且超新星榜都有训练云的名额 这不是说他们又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名额吗 这时冯老再次发话 还有就是我们管理局 有两个训练营的名额打算指定给贵校的学生 张校长这下彻底绷不住了 凭什么这阻学校有这么多名额 方校长比了个胜利者的手势 张校长 我这里也挺忙的 就不留你了 随即便让刘助理送课 听到那两个名额是要送给冯峰 方校长很讶异 他不是刚觉醒不久吗 能去训练营吗 冯老也不回答 直接到这是管理局的安排 不用多问 冯峰这边很是疑惑 他的身边围着越来越多的人 并且连汪越几人都转到这个班 这时徐平开口解释 由于赵成弃权将名额给了 而且冯峰将一个名额给了大树 所以今年参加训练营的人都在这里了 大树和冯瑞在商业互吹中 而汪越和常木秋对视的一瞬间 就摩擦出巨大的火花 常木秋没想到被冯峰大佬吸引的人有证果 这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 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让大佬嫌弃 而且自己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他 想到这他顿时翘脸通火 他们有说有笑的画面 也给其他同学看得一清二楚 为什么宁峰跟那群超新星关系那么好 这个阵容哪怕放在全国都是相当好 身边突然热闹起来的感觉 让宁峰觉得很不乱 不过他也在想着 赵成弃权是怎么回事 难道都没人在意他失踪的事情吗 一瓶普通的魔法药剂 便可治愈体内积累多年的暗伤 使因这是魔王记忆中的神秘配方 就在刚刚 冯瑞一把掏出一团礼物递给宁峰 大佬 这本技能书是我前段时间的战力品 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 宁峰打开一看 没想到这竟然是召唤法术 召唤法师是非常稀有的职业 所以这类技能书也很难买到 这本技能书很值钱 看到被冯瑞抢先送了 长木秋也立马将自己的礼物拿了说 而他的礼物赫然也是稀有的职业 战斗法师的技能书 但是宁峰暂时学不了这两个技能 开学前本来想去第二处衍生秘境升级的 却没想到那个秘境无法进入 只因为这个秘境需要组队停战 开启人数就需要五个人 当时不太清楚那个秘境的信息白跑了他 也没能解锁新的技能来 这两本技能书确实吸引人 自己也需要笼络一些人作为自己的信息来源 想到这他微微一笑 非常感谢两位的好物 我这边也没什么好的回忆 随即他掏出两个礼物 这里有40瓶高阶经验药水 你们一人一半吧 听说这是苍瑞公会独有的药水 只有他们重点培养的内部成员才能优先获取 这东西价格极高并且很难买到 大佬居然随手一送就是40瓶 自己绝对要抱紧这样的大度 这时汪瑞从一旁探出头来 大佬 我也有礼物送给你 凌峰一个白眼给脱去 汪大小姐 你有什么事 汪瑞飞飞一笑 威哥新炼制出一种药剂要我转交给你 说着他将手中的药剂递给凌峰 凌峰正正地看着他手中的药剂 回到别墅 杜安问到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凌峰解释参加训练营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安排时间 学校没什么事情我就提早走了 而杜安此刻的心情有些慌 之前大佬说这周要给自己进行魔鬼训练 都过了几天了都没有提起这事 会不会把我给忘了 然而下一刻凌峰就掏出汪瑞给的药剂给杜安 这是徐薇刚炼制出来的滋养药水 可以治愈体内长期积累的暗伤 你先喝一瓶 然后咱们开始魔鬼训练 杜安十分激动地拿着药剂 大佬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随即他咕噜咕噜地将药剂喝了下去 然后他立马感知到身体暖洋洋的 以前不舒服的地方也轻松了很多 这确实是好药剂 哪怕凌峰之前被静咒打中留下的暗伤 喝了一瓶之后几乎都痊愈了 随即凌峰吩咐杜安接下来要进行魔鬼训练 只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杜安立马收到 开始前凌峰特意嘱咐要是撑不住要立马收脱 感受着越来越凝重的气氛 杜安脸色肃然 随着凌峰使出技能灵面示尽 杜安身体上的弱点也暴露在凌峰眼前 根据技能的提示 凌峰看到他肺部的损伤正在恢复中 那应该就是滋养药水的效果 凌峰打算先说出杜安身上的弱点 并且打算针对性展开训练 随即便告诉他 第一点是原力超在这个技能不适合你 会对肺部造成损伤 第二就是技能搭配错无法顺场连招 后面又说出几点问题将杜安彻底震惊 大脑真是厉害 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随着杜安放好装备 课讯正式开始 没几个回合杜安便败下阵了 还好有之前那群小白鼠让凌峰熟悉了这个技能 不至于伤到杜安的意识 虽然痛苦还是不可避免 但胜在有效 而杜安为了不让凌峰失望也努力站了起 他要变强成为凌峰大佬的助力 半个月时间很快过去 训练常理 凶狠的魔物目火一声 杜安知道攻击要来了 但是立马跳起来躲开攻击 随着他大喝一声 手中的利润猛地刺入魔物的身体 伴随着他的意识 杜安以一个漂亮的后空翻落到地面 他坚毅地脸上充满了自信 继续挑战下一关 冯老和苏兰此时震惊地看着杜安 没有下一关了 目前只有这么多怪物的资料 听闻此言 杜安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随即靠后倒了下去 此刻的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凌峰大佬 我是不是成功了 而冯老同样也很兴奋 仅用了半个月就将一个四转冒险者 调教成这样真是神迹 我们管理局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 由于太过激动 他脑袋又冒起了火焰 看到这种情况 苏兰十分担忧地看着冯老 冯老就显得十分破坦 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赚到了 苏兰觉得冯老将外孙都转来这里上学 应该已经有了扑扑的念头了吧 他看向冯老问他 大佬会不会知道缓解黑暗之力的办法 但是这个谁也说不准 随即冯老便打算先带杜安去参加试炼秘境 由于赵成的失踪 他的父亲也十分担心他的情况 这是一个马仔进来报告 老爷 还是没有少爷的消息 要不要报警 男人呼出一口气 再等等吧 我请了一个高手帮忙调查 最近可能会有消息 接着他站起来询问学校的情况 马仔已经以参加特训的理由 帮赵成请了长假 校长虽然可惜 但是也没有多问 听闻他也没有多说 吩咐了一句不要打扰 我就转身离开 随即他来到了赵成的房间 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 他也隐隐有些不祥的律 紧接着他按下一处位置 强力刷的一下向两边打开 录出条通道 看着通道他抬起脚就走了进去 直至来到一处类似阵法的地理 杜安挑战神志逆境成功 世界等级首次迎来进化 凌峰将要面对十二主神的威胁 就在刚刚 七大工会的会长聚集在苍瑞工会 这时冯老带着杜安出现 几位会长立马迎接上来 你好杜先生 我是威玉工会的刘应珍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杜安有些意想不到 这几位会长都是五转的强者 就算是自己以前的师傅 都没办法让他们一起出面 神明的现身确实让他们乱了正经 而哪怕面对神明 也能保持从容的 也就只有大路 这般大张七堵地迎接一个四转的冒险品 让沧瑞工会刚突破五转的蓝毛会长 有些不满 并且这些老油条 还拿自己的秘境来送人起 真天安的不要脸 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试炼秘境的入口 沧瑞工会的蓝毛 都不知他这话正和杜安的心意 正好他也可以将画面传给宁峰观看 七大工会的会长面临相讯 手机那边就是神秘大佬吧 要不要出镜棍的脸书 此时的宁峰正在别墅拿着爆米花 悠哉悠哉地看着电视 收到消息他立马查看起来 而杜安这边已经用自己的实力 将刚刚还看不起他的几个工会会长镇静 红三十层到四十层再到五十层 没有丝毫的停顿 这已经超过了刘会长攻略的层次 直到出现在的运气 杜安谋中的战役越发浓郁 随着怪物倒地的声音 杜安也终于成功通过试炼 秘境外的众人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居然挑战成功了 正在这时杜安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注意 只见他面前突然涌起一阵剧烈的亮光 兵 恭喜获得神明的恩赐 一面盾牌缓缓飘落 兵 奖励内容为神智敬咒 会长们也没有想到神明的恩赐居然是敬咒 蓝毛此时长子都会亲 这明明是我的秘境 手动奖励总到了别人手上 这时候秘境的法则检测着杜安的身体 第一 检测到宿主冒险者职业不够完善 无法习得尽咒 杜安煞时间呆愣了几秒 随即便看到奖励自动调整为神次灰激 由于你的职业属于力量系 必有神明为十二祖神的真元圣体 你有三条不同的职业路线 请选择进阶的方向 这三条职业路线分别为 武灵剑尊 以气域剑杀滑果断 武级斗射 不借助外力 一拳一脚皆是不容小觑 武道兵先 擅长使用各种武器 杜安没有犹豫立马选择了第一种武灵剑尊 毕竟自己的武器是等剑 武灵剑尊会更适合自己 伴随一道金光闪磨 慢慢凝聚成一道灰激 丁 恭喜获得凝气灰激 神次灰激由神力凝聚而成 蕴含着宇宙之中的本源灰激 随着提示 杜安也将灰激吸收到体内 而由于杜安通关并进 世界忽然产生了某种变化 快看上面那是怎么回事 只见天空高高挂着一道提示 完成神之试炼月跪成废墟 世界等级加一 神次灰激掉落提升到1% 此时各地的人们纷纷望向空中 这是怎么回事 天空突然就多了一股文字 凝聪同样发现了世界的变化 而同时他通过试炼秘境的任务 也显示已完成的状态 世界等级加一 这是面向世界的公告 杜安也在此时出来了 刘会长明白他的实力 已经不能以四转而平胖 或者全世界的力量体系 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编辑 想明白这一点 几大工会的会长 纷纷向杜安抛出橄榄枝 杜安只能无奈表示 他并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的想法 回到别墅后 杜安十分激动 自己没有辜负宁宗的期望 由于当时手机看得不是很清楚 宁宗画了一个形状询问杜安 当时的神次灰激 是不是类似成这样子 杜安听到后惊呼出声 大佬你也知道这种灰激 宁宗解释之前 打副本的时候得到过一个 后面送给汪月了 随后他便思考起 杜安说神次灰激 是由神力凝聚而成 难道因为我也拥有神力 才能在普通的秘境里 打出灰激吗 还有更让我在意的一点是 难道我将要面对的威胁 是12个主神 新的敌人已经出现 其实力已经远超 冒险者管理局的风浪 国王多年的布局开始显现 这在刚刚 由于杜安成功挑战试炼秘境 为了夺得神次灰激 各大工会纷纷开始寻找更多秘境 而杜安完成了试炼后 系统就判定 鸣峰的任务已完成 说明只要掌握通关试炼的人 也能够将这份力量 为自己所用 但是如果通关的是我的敌人呢 神次灰激倒是小事 但通关逆境后 有可能会得到禁咒 一旦禁咒被敌人拿到 必定会对自己产生威胁 如果自己的存在暴露 给神明必然会引发更大的恐怖 想到这他叹了口气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通关逆境的 都是自己人呢 这时杜安有些不安的开口 大老 当时我还做了一件事 他回想起在苍瑞工会发生的事情 刚出逆境 蓝毛便说按照合约 是连逆境的奖励 他们工会是要回收的 杜安文言直接掏出其余的锦利 神次灰激已经被我吸收了 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蓝毛当即就炸了 不行 你必须要留下神次灰激 但也只能想想而已 其他几人看到奖励的内容后 也都惊讶些 既然是橙色套装部件 高阶宝石 并且还有一张一望药水的配方 这种药水可以清除一项指定技能 让技能蓝重新变成空置状态 有了这种药水 等于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可是改变世界的灵魂 只要垄断这两种药水 我们工会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强者 于是为了不让杜安泄露药水配方 他拿出合同规定和补偿 打算赌住杜安的子 但杜安此时却直接打断他 那张药方之前 我就在神秘大佬那里见了 即便我不透露大佬 也会制作这种药水 知道这个消息 几个会长瞬间不干定 但是蓝毛还是不相信 这种文献都没有记载的东西 怎么可能被人整 杜安瞧见他这自负的态度 也沉默下来 而蓝毛见杜安没说话后 更是猖狂 属于我和施宇的东西 谁也夺不走 这时杜安微微叹气 其实你们的高阶 经验药水大佬也有配方 而且早就炼制出来 一番话把蓝毛震惊的当成实话 反映过来的他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其他人脸上也是充满了震惊之色 大佬居然知道秘境里的东西 杜安这样牛屁莫非早就用上这些药剑 难怪宁峰随随便便 就能拿出四十瓶精验药水送的 冯老一想到自己孙子已经抱上大嘴 就忍不住笑出风了 刘会长注意到冯老的状态后 就问了句他在笑什么 冯老直接回了一句关你屁事 把刘会长气得够呛 这时候杜安也打算先行告别了 冯老也不打算再待下去 在众人的目光中潇洒一去 路上冯老也向杜安打探 大佬那里有没有其他药剑 被暗之力已经将他的身体腐化了七八层 但是他也想多活几年 可以尽量陪陪自己的孙子 杜安只好安慰自己可以帮忙问一起 冯老立马抱全感谢 回到现在 杜安一副愧疚的模样道歉 我不应该擅自做决定的 冯峰也没有怪罪他 冯前辈的盲能帮还是要帮的 就是不知道滋养药水对他有没有作用 想到这他立马让杜安找个时间 去给冯前辈送几瓶滋养药水试一下 而杜安拿着药水去找冯老 却被告知他并不在 于是便让苏兰帮忙转交 然而苏兰拿着药水去找冯老家 却连冯瑞都没有找到 苏兰很疑惑他在这人生必不熟的能去呢 但他们不在也只能明天再来 然而他没注意 一丝非暗之力从门缝里涌动出来 冯瑞此刻仿佛在经历着什么折磨一般 他的脑海中有个声音不断折磨着 你想救你爷爷吗 只要你臣服于我 我就实现你的愿望 冯瑞大口喘着兴气 我可是冯哥的孙子 怎么可能与恶魔做交易 嘿嘿 那就看看你能嘴硬多几 等你爷爷死在你面前的时候 希望你还能这么说 这话也确实让冯瑞心生担忧 这时宁峰突然从一旁跳了出 怎么了冯瑞 你的状态好像不太好 要不要来把游戏提提神 然而冯瑞是个好孩子 怎么会在学校玩游戏 宁峰只好说等冯老回来在一起三排 听到这冯瑞的心情又开始低落下来 爷爷是为了我才学的打游戏 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做任务是牺牲了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 变得不爱说话 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爷爷又不知道怎么按着我 但他知道我以前很喜欢打游戏 于是他便偷偷跑去学习 在我最难熬的时候是爷爷一直陪着我 才让我从阴影中走出来 所以我很感激 然而回到管理局的冯瑞也没闲着 几天前两个罪犯出现杀害了两个冒险者 连他们的家人都没有性命疑难 黄毛彭克就是他们当年亲手抓的 彭克的目的应该是报复 然而两位冒险者都是四转强者 为什么会败给两个三转的罪犯 而且还眼睁睁看着全家被杀 这是一个眼镜男拿出冒险者家里的监控 画面里两人在客厅对峙着 但是刚不没两招 先者就被对方一招干啪 紧急地刷刷一套连招 便夺走了冒险者的性命 看到这一幕 管理局的人都面路不可置信 这实力明显已经超过了五嘴 正面对决哪怕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几年这些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了将冯瑞收为自己的弟子 国王竟然派了两个徒弟去说服他 冯瑞为保护孙子 打算败是神秘大王 就在刚刚 彭赫和古英来到赵成家 赵爸连忙询问有没有找到他的儿子 但彭赫显然也没能找到他儿子的下落 不过他在搜索的时候 感受到一股极为强大的非暗之力 赵爸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彭赫只好跟他解释 第一级的眷顾者 只能通过魔王大人的恩赐 使用非暗之力 就像之前死在这里的那个人 但是真正的眷顾者 会被魔王大人召唤到身边亲自叫他 那段时间我们会与外界失联 在逆境中修炼很长一段时间 你儿子的情况跟我们之前有点像 所以我们怀疑他可能被某个魔王选中 获得进入逆境修炼的资格 赵爸立马询问 是不是跟造成一直在进行的仪式有关 彭赫也不是很确定 我检查过你儿子祭祀用的暗示 确实是通神仪式 以他的资质只要坚持献祭 肯定能得到某位魔王的侵埋 听闻此言赵爸瞬间兴奋起 太棒了 以后汪氏集团那些人拿什么跟我走 这时候彭赫拿出一张纸条递给赵爸 还有赵老板 吃完饭后还得麻烦你派人把我们送到这个地 我们要去探望一个未来的师弟 此时的冯瑞陷入了回忆中无法自拔 自从他爸妈去世后 世上就只有爷爷这一个亲人了 这时传来一阵门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好奇这么晚会有谁来找自己 打开门后 定入眼帘的是两个彪性大汉 彭赫问道你就是冯瑞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 彭赫就想进屋里聊 但是冯瑞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危险气息 他谨慎地询问你们是什么人 彭赫表示自己只是替师傅来看看你 将来你还得叫我师兄吗 冯瑞顿时一惊 师傅是谁 彭赫脸上闪烁着危险的信号 昨天晚上你应该见过他了吧 听闻此话冯瑞瞬间大惊失色 随即立马进入战斗模式便要攻击过去 但下一秒彭赫便一把抓住冯瑞的头 真的有礼貌 居然对师兄出手 冯瑞此时还想拍开彭赫的手 但彭赫丝毫没给他这个机会 又是一巴掌将冯瑞打出内伤 师傅叫我过来劝一下你 我想现在你可以冷静一下了吧 师傅很看好你 可以赐予你强大的力量 还能拯救你的家人 你只要点点头就能成为顶级前者 但冯瑞哪里肯屈服给邪恶 狠狠地说了一句做梦 这时候古英走了出来 师兄 我进屋看了一下 冯菊不在家 彭赫一脸的惋惜 我还想跟前辈打个招呼呢 听到他们在说自己爷爷 冯瑞气得浑身发抖 不许伤害我爷爷 瞧见他这模样彭赫又没了性质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如果你想救你爷爷的命就答应拜师 咱们既往不救 如果你不答应 那三天后就是你爷爷的死期了 那张照片还是很适合做一照 某处野外部落副本 凌峰这几天都在寻找秘境练剂 可惜没找到合适的 只能找些普通的秘境积累实战经验 突然一个牛头人攻击过来 凌峰自信地举起法杖 一股浓郁的能量从法杖中凤发而出 凌峰轻轻一挥 眼前的牛头怪便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变成灰烬 照这个速度下去 为了完成任务就得对附近的秘境下手了 这时他的口袋传来一阵抖动 原来是杜安的电话 大佬 冯前辈拜托我问你一件事情 听出杜安有些犹豫的语气 凌峰还以为有什么难办的事情 这时杜安解释道 冯前辈想要拜神秘大佬为师 想问一下你的意思 这里是12医院 凌峰得知冯瑞受伤便跑来探望了 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冯瑞笑着说自己没什么答案 但是还要检测一下自己的黑暗之力是否失控 所以还得住几天医院 他们在这里聊天的时候 旁克两人的危险让国家都重视起来了 但是也没有丝毫解决的办法 冯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向大佬求救 没想到大佬居然答应了 杜安这时嘱咐道 冯前辈 这不是拜师收徒 只是找机会帮您特训 大佬喜欢平静的生活 但也不想看到恶人逍遥法外 大佬需要有一个隐移独立的训练空间 方便他使用也能顺便给您做特训 这时病房里传来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喂 你们来干什么 冯老和杜安听到后马上向病房跑去 病房内 出现在冯瑞面前的是彭克两人 你们来干什么 赶紧滚 彭克举气果然 都怪师兄下手没个轻重害师弟住院了 师兄心中过意不去来给你赔个罪 冯老跑进来看到这一幕 直接气得爆出了手中苦咽 彭克丝毫不慌 冯局长 应该不会想在这种地方跟我动手吧 冯老心中恼怒 但也没做出什么动作 彭克见他不动手心中更是不屑 既然不打算动手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师弟 别忘了你还有两天时间考虑 说完便带着古英离开了病房 走出门口的时候 古英还吐出一口口水 住在了杜安身上 笑得甚是嚣张 冯老这时也恢复过来 对着杜安说了声抱歉 杜安连忙摆手说这不是您的错 在场只有宁峰始终一点的轻松 吃水果吗 这水果看着挺新鲜的 别浪费了 彭克以为他们的任务快要完成了 晚上还叫了两个小姐姐一起喝酒 他们搂搂抱抱玩得不亦乐乎 彭克这时舔了舔嘴 听说汪氏集团的千金挺不错的 赵爸瞄懂 汪月那丫头本来小诚打算留作祭品 您要是喜欢那他就是您的 在彭克落得哈哈大笑时 他身后的墙壁突然爆炸来 顿时好好的屋子里涌起一大片烟尘 带着面具的杜安和凌峰从烟雾中走出来 赵爸立马站了起来大声质问 你们是什么人 杜安此时开口 除了彭克 古英 其他无关人员速速离开 听到是来找他们了 彭克和古英顿时兴奋起来 黑暗之力不断涌动 下一刻古英猛地窜出 他拿出武器就向杜安袭去 杜安这时快速地拔出武器 紧用一只手便挡住了古英的攻击 见自己的攻击被挡古英明显呆了 此时杜安已经大概知道 对方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五嘴 如果不是大佬为我进行克许 又让我获得了神明的恩赐 我可能会被他瞬间秒杀 古英念路不敢置信 这个家伙居然能挡住了我的攻击 此时他的脑袋疯狂运走 他肯定是用了所有的力量挡住我一瞬间 然后让后面那个法师趁机进步 难道你们以为用这种战术就能打败我吗 然后他立马寻找凌峰的身影 只见凌峰悠哉地找了一个凳子坐下 他把武器随手放在一边 并且还拿起一包瓜子砍了起 这把古英整不备了 哈 凌峰再次发现周末遗毒的踪迹 然而没等得到答案 他就被怪物一体停掉 就在刚刚 凌峰和杜安来到教室企业找查 见古英在和自己打斗时还分心 杜安直接一刀劈了上去 古英健壮瞬间后退几步 随即召唤出全副武装 然后就跟不要命事地冲了上来 双拳碰撞间一股强大的压力四散开来 赵霸几个普通人只能看着他们战斗 不是说让我们离开吗 现在根本不敢过去 怎么办 这时一旁的彭赫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的脸色很不好 只见他拿出武器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然后走向凌峰 一阵刀光闪过快速向凌峰砍去 居然敢打扰自己克瓜子 凌峰眼神凌厉地看向袭击者 随即一甩便弹开了他的攻击 彭赫手中的武器雷光营扬 此时的他也不敢小觑凌峰了 直接将铠甲召化了出来 凌峰举起剑 一抹鸿芒将他手中的剑覆盖 这是由技能附魔利刃 蜕变的黑暗静咒 屠戮本性 同时使用魔法武器 与近战武器的时候 将会持续提升全属性 最高可增加100% 彭赫暗自心惊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战斗法师 这时他脚下地面突然裂开 一根尖刺拔地而起 然而彭赫早有防备 闪身便躲过了偷袭 但这时又一道攻击袭来 他急忙抬起刀来格挡 这伤害不大的攻击让他觉得 这次的对手就像个 缺乏战斗经验的新手 但下一刻他反应过来 不对 他是故意的 一定有阴谋 我得小心 紧接着他再次举起刀 砍向凌峰 凌峰手中的剑嗡嗡作响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彭赫很力的攻击 始终被凌峰轻而易举地化解 差不多了解对方的实力后 凌峰眼神瞬间凌厉起来 陡然加快的攻击速度 让彭赫猝不及防 他着急忙慌地挡住攻击 然而凌峰的下一击 紧接着快速袭来 彭赫也只能勉勉强强挡住药 任由攻击落在他的身上 我就知道有诈 这家伙怎么越打越强 在快撑不住的时候 他喊了暂停 不过凌峰倒是要看看 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彭赫缓了一会开口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的 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 凌峰沉默了片刻后说道 不行 我的目的就是你死 我活 彭赫听后大怒 混蛋 你不要太嚣张了 在我师父眼中 你只是一只臭虫而已 你师父 就是那个秘境魔王 没错 我师父的强大不是世人能想象的 别说人类冒险者 就算是秘境里的魔王 死在我师父手里的也不计其数 他老人家最大的兴趣 就是把强敌的遗憾 制作成精美的装饰品 凌峰突然发问 你师父喜欢收集魔王的遗憾 彭赫还在以为凌峰怕了 大笑一声说没错 殊不知凌峰满脑子想的都是周末遗毒 他顿时露出恶狼般的面孔 你师父在哪里 也不怪他这副神情 当初他只是吸收了一个周末遗毒 就全属性提升100 这诱惑力没人能挡得住 在他们战斗开始没多久 忽隐小队就来到了肇事企业 有目击者说上面住的人 可能就是彭赫和福音 下一刻冯老手中搓出一个光团 这是技能探测术 随即他把光团往上一扔 光团便如同坐火箭般快速上升 冯老闭上眼睛 神石跟随着光团往上走 直至到他们战斗的地方停下 画面里 彭赫正在跟一个神秘人打斗 但他此时的样子仿佛并不轻松 并且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身上 有着魔法波动 应该是使用了某种伪装术 落入下风的彭赫显然很不甘心 他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属性 全属性加20% 全属性加40% 全属性加60% 凝峰也只是微微举起法杖挡住攻击 明显没有用出权力 冯老不由的感叹 好厉害 招式朴实无华 光凭属性就能压制对手 这是哪来的强者 在彭赫全属性提升到80%的时候 他化作一张巨大的深渊巨口 扑向明峰 不如一声把明峰吞了进去 现在的彭赫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了 居然能逼我使出这招 真是麻烦 这一招我是要承受代价的呀 看到神秘人被吞了 冯老脸色难看 居然连那么厉害的人都不是对手 杜安和古英互相打出一招后随之分开 古英嘲笑道 你伙伴刚刚被吞掉了 你就不担心吗 杜安丝毫不受影响 屁大佬担心我还不够资格 说完一刀劈向古英 在他胸口开了一道口子 而且你也不够资格 受到伤害的古英顿时惨叫起来 彭赫看到后刚想上前帮忙 然而余光一偏 发现赵爸在那里吵吵闹闹闹 彭先生真了不起 那些杂鱼根本不是您的对手 然而下一刻赵爸就练成了分身术 甚至来不及和两个小姐姐说声再见 彭赫抬起猙獰的头颅骨冲道 你才是杂鱼啊 此时的他一身的血气 反正都已经变身了 不如多吞掉几个厉害的家伙 说着眼神一偏 就看到了窗外的光球探测术 不好 被发现了 冯老顿时惊慌起来 彭赫兴奋的哈哈大笑 突然间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 一道光柱从彭赫的肚子里射出 他不敢置信 什么 这不可能 然而没什么不可能吧 凌峰此刻是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凌峰一招团灭整个秘境 不仅等级提升到43级 还吸收了中末遗毒 全属性再次提升力 就在刚刚 凌峰从怪物的肚子出来 他开始沉思 看来实战经验还是太少 用了这么久才出来 此时的彭赫已经没有丝毫动静 看见师兄被打 古鹰这时候慌张了起来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肚安 随着一道剑光闪过 古鹰脸上露出错愕的神情 紧接着鲜血猛的喷涌而出 一阵平静过后 两个美女找到机会终于跑了出去 凌峰这时候来到古鹰旁边戳了下来 喂 你先别死 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在一处秘境 血无忧 一个小卡拉米来到魔王面前 报告魔王大人 秘境入口发现入侵者 魔王直接命令道 让所有人都退下 敌人是来找我的 他显然知道入侵者的信息 下一刻他拿出几块碎片 彭赫和古鹰的魂器都碎裂了 说明他们已经死了 但古鹰在临死前激活了魂器 魔王依稀看到一幅画面 告诉我 你们的师父在哪里 古鹰断断续续地回复道 我师父 他在于祖山的秘境 他会替我们报仇 了解事情经过的魔王对手下说 对方能杀掉同克和古鹰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还是由我来亲自出马吧 看着芳芒逃走的小弟 魔王不由地叹了口气 我的下属虽然中心 但是太弱鸡了 只有像人类这样的特殊种族 才能靠自己不断升级 并且通过献祭 为我带来更多力量 这时他的身体突然蠕动起来 一个骷髅头从他的胸口冒出来 魔王拿起骷髅头轻轻抚摸 以前我还只是个普通的魔王 意外得到这枚高尖魔王的遗毒 他不仅让我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还让我学会了驱使人类的方法 在他的帮助下 我一次一次战胜自己的敌人 然后将他们制成战利品 这一次依旧是替我增加收藏罢了 说着他举起骷髅头哈哈大笑 然而下一刻一道巨大的雷电 把风吓 劈到了猝不及防的魔王身上 果然装逼容易招雷劈 不出意外这道雷电 还是出自凝峰之手 看到这逆境布满了雾气 完全看不到路 凝峰直接使出静咒 雷眼坠空 还想训练一下实战 谁知道一个怪物都没有 然而他不知道 他的一个技能已经将秘境清空了 这是一道提示弹出来 丁 发现周末遗毒 凝峰大喜 果然弹出提示了 看来周末遗毒没有损坏 根据气息指引 是这个方向 说着他就往秘境走了进去 找到了 在那个黑漆漆的雕像手上 随即凝峰便立马开始了吸收 吸收的同时还不忘阻操 骗子 还说有不计其数的遗憾 明明就只有一个 凝峰要是知道其他遗骸都被他破坏了 估计肠子都得毁清 吸收完后 感受全属性再次提升一点 凝峰满意地笑了 现在哪怕不使用任何技能 也可以碾压大部分的冒险者 而且等级也不过40了 可以学习一下新的技能 这样想着他拿出技能 召唤水元素 此时他也不由地在想 召唤类静咒会不会搞出个大魔王之类的 那我不是更要被人当成邪神了 不管了 先学了再说 丁 以学会技能召唤水元素 召唤水元素蜕变 以学会技能 暗黑之门 打开暗黑之门 召唤源源不断的暗黑物种 持续时间12小时 或者召唤一名高阶魔君 持续时间不限 这个似乎有点意思 必要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官方送给神秘大佬一个超大的训练基地 并且可以跟管理局共享信息通报 凝峰转头带着他的伙伴进来培养实力 就在刚刚干掉了彭克和古英后 彭克便向杜安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还好官方愿意相信师父的判断 尽量向神秘大佬释放善意 不然这次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破坏 国家对这次的事件非常重视 听说大佬想找训练的空间 马上就特批了几块地方 于是冯厄马上介绍起来 我们找的都是国家精心打造的训练基地 拥有良好的环境和设施 而且可以保障私密 不会有无关人员打扰 而杜安知道大佬找训练的空间 只是为了掩饰 不想暴露真正的特训方法 所以他还是决定把资料带回去 让宁峰亲自挑选 一段时间后 他们来到选好的训练基地 看见面前豪华的基地 宁峰不由地赞叹起来 好大的地方啊 进入了基地后多安给宁峰介绍道 这里是国家兴建的冒险者基地 代号051 还没有投入使用 逢前辈说如果大佬喜欢的话 可以直接划播给云 整栋楼总共10层 内部空间包括训练区 办公区 休闲区 居住区等 基础设施非常完善 还有全套的智能管控系统 如果愿意的话 在里面住上一两年也没有问题 听完介绍宁峰满意地笑了笑 正好我准备培养自己事 这里就非常合适 于是看完后 宁峰就去找冯老签署了文件 冯老笑着摸了摸胡子笑道 大佬眼光果然好 我也觉得这里挺不错 根据各位的公寄官方特别声明 国家愿意大力支持你们这样的英雄 所以基地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只需要签署文件确认就可以了 宁峰没想到官方的态度这么友好 连这么大的基地也是说送就送 签字的时候多安解释 大佬不喜欢处理这些俗事 所以基地的管理都会交给我和您师兄来完成 冯老当即表示 大佬如果有组建工会的想法 我也可以帮忙的 说到这个 杜安立马问道 冯前辈 有没有什么不需要成立工会 也能及时获取各种消息的办法吗 毕竟大佬对网络不太擅长 冯老再次笑着摸了摸胡子 这个好说 像大佬这种国家级强者 我们管理局可以安排专门的信息通道 只要不是高度机密都可以跟管理局共性 官方给神秘大佬的定位是国家级强者 比起我和杜安苦巴巴的收拾情报 管理局的信息显然更加高效 不过以后还是要发展多几条信息渠道才行 至于成立工会要管理的事情太多了 倒不如把基地打造成另外一种模式 签完合同后他们就准备回去了 杜安告诉冯老大佬的特训安排在了下周 到时候会提前通知 这时冯老的电话响起 接听后里面传来管理局的消息 通过调查又发现了一些神秘失踪事件 跟彭克和古英的情况一样 恐怕像他们那样的家伙以后还会出现 听到消息后冯老沉默了下来 就算大佬为我进行特训 也不可能靠我一个对比敌人 要是还有什么快速培养强者的办法就好 晚上冯老回到家里 冯瑞立马开心地站了起来 爷爷你回来了 看到自己孙子正在收拾东西的样子 冯老立马好奇问道 你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吗 冯瑞激动地告诉爷爷爷 因为超新星训练营快要开始了 冯哥帮我们几个安排了特训 刚刚打电话说后天就要去训练基地 所以我先把东西收拾一下 冯老还是有点猛 冯瑞看得一愣一愣了 爷爷你有着火了 看到孙子的担心冯老立马安慰 我喝了杜先生送来的药水 身体明显好转得不少 只是黑暗之力还不易控制 我问你 小冯邀请的都是什么人 冯瑞肇事回答 就是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 除了我以外 他们跟冯哥应该很早就认识了 冯老再次激动地握住小拳拳 也就是说大佬会照顾关系亲近的人 随即他立马热心地给冯瑞收拾东西 去了要听你冯哥的话 机会难得千万要把握 记得要劳一结合 该三排就三排 别忘了叫上我 几天后训练基地的位置 光月几人已经来到了此处 冯峰说的地方似乎就在这里 怎么只有一片树林 然而下一刻他们脚下就升起了传送阵 此时冯峰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他们了 打过招呼后 冯峰店带着他们在基地参观 看到这里这么大规模 他们也不由得惊喜 哪怕是七大工会的主基地也不过如此 光月藏不住自己的好奇 冯峰 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冯峰笑道 自从觉醒后变得越来越神秘了 冯峰这时候推出杜安介绍道 特训期间主要由他来负责 冯峰立马毕恭毕敬地说了生杜前辈好 把后面几人看得满脸迷糊 大树立马问道 冯峰 你认识这位杜前辈吗 感觉你好像很紧张 冯峰见他们不认识杜安便向他们介绍道 前段时间天线一响 就是这位杜前辈通过了神之试炼 他的实力比威宇宫会的刘会长还要强大 这时候他们也终于认识杜安是为什么人物 进到训练场后 他们一改之前的态度 变得斗志满满的 看到几人突然变得如此斗志昂扬 杜安不由地震了一下 而冯峰则是在观察室看着他们 在这里施展敬重 伪装成训练式的效果 就不用担心暴露了 不组建工会 只培养强者 表面上不加限制 但只要资源和实力都在我的手中 在选择值得信任的成员 就能打造出一个联盟 此时汪月他们的训练已经开始 随着一团飞舞的攻击 汪月顿时惨叫出来 这种恐怖感 这种压抑感 简直太真实了 如果不是特训 而是用作攻击手段 绝对会让人一直崩溃 难道凝峰殿墙 也是经受了这样残酷的考验吗 此时的大树和徐婷 也在仰牙坚持 我们两个不是超新星 从不奢望自己依靠努力 能够胜过别人的天赋 但是凝大佬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望 冯锐举着见内心坚定 我不能永远依赖爷爷的保护 我也想保护重要的人 徐薇显然也有他自己的目标 看着大家的表现都很不错 凝峰松了一口气 隐藏千年的真相即将揭开 邪神的真实身份竟然与主神有关 逆境的存在或许只是一场阴谋 就在刚刚 汪月几人的首次特训结束 他们累得气喘吁吁 这时杜安走进了训练场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各位先好好休息 明天开始就由我带大家进行针对性训练 训练完后 大家便来到了贵宾室准备吃饭 汪月对这次的特训很满意 虽然才开始训练 但是今天的收获都已经超过之前几年 如果靠自己领悟 根本发现不了弱点所在 冯瑞也想不到自己今天都已经拼尽全力 但体内的黑暗之力 却没有一丁点要失控的记性 突然间 徐霆猛地哭在桌面哭了起来 这也引起了明峰的好奇 小婷这是怎么了 汪月解释道 这段时间小婷和大树的压力都很大 因为咱学校参加超新星训练营的名额比较多 所以在网上引起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凌峰没想到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立马拿起手机搜索 在哪里 我去看看 随着汪月的引导 终于找到了网上的评论 只见上面一连串的质疑和谩骂 其中是什么学校 听都没听过 怎么没有看到叫赵成的 是那三个没在榜上的走后门把人家劈掉了吗 很有可能 那个徐霆和什么树的成绩很一般 根本不配上训练营 要是里面没黑木狗都不信 还要那个叫凌峰的更牛批 什么信息都查不到 有关系就了不起吗 等着被训练营教他们做人吧 然而刷着刷着突然就看到一个账号 居然在每一个骂我们的帖子后面反驳 根本就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不了解就别瞎说 随着反驳 那些网络喷子再次出现 你不会就是那个叫徐霆或者凌峰的垃圾吧 然而当他们点进去看这个账号的信息时 却没想到这人竟然是超新星榜第四的常木秋 刚刚一口一个垃圾的人呢 怎么不出来说话 凌峰也没有想到常木秋居然为自己说话 而且发帖的时间好像都是今天 这时候徐霆也恢复了过来 大家不用再看那些留言了 本来拿到训练营的名额我还紧张死了 就怕给您大佬丢领 多亏这次特训让我一下子就不紧张了 我是因为开心才哭的 凌峰笑道 你们尽管安心训练 过几天我再送你们一份礼物 汪月还想问是什么礼物 凌峰笑而不言 在一阵欢声笑语中 只有汪月被弃成了表情包 夜晚 漫天的繁星闪烁 房间里凌峰一人坐在床上撕屁 因为在上次吸收的魔王记忆里 居然找到了关于我这个邪神的信息 其实诞生自黑暗之力的邪神总共有七个 是秘境怪物们共同信奉的神之 但是我这个邪神并不属于这七个之中 并且恰恰相反 我这个邪神曾经是十二主神之一 他的称号就是全能法神 他曾经与另外十一个主神一起 带领自己的郡主 消灭了七个正牌邪神 让所有的魔物不敢再入侵光明世界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摆脱黑暗威胁的全能法神 开始沉迷黑暗之力的研究 居然走火入魔 幸亏另外十一位神明及时发现 与全能法神大战一场 全能法神不敌趁机逃走 从此成为了邪神 这个传说在光明世界一直流传 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黑暗的魔族之间 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传说 魔物阵营的说法是 摆脱了黑暗威胁的神明 卷族们渐渐失去了危机 信仰也渐渐减弱 不再一位依赖神明 这让神明们非常愤怒 因为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卷族 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 于是神明们开始鼓动 卷族们互相攻伐 把他们当作取乐的工具 牺牲的忌品 就连隐藏在黑暗之中的魔物 都在神明们的默许之下开始冒头 这也是秘境的来历 只有全能法神性情甜淡 并不在意信仰的多少 因此没有参与这场游戏 但天有无色风云 战火还是波及到了全能法神的卷族 由于毫无防备 整个卷族几乎被屠杀一空 愤怒的全能法神要求 众神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闹剧 却被众神奚落和嘲笑 而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 终于爆发了一场大战 即向于是无争的全能法神 爆发了强悍的战斗力 十一个主神二死六伤 才将全能法神逼退 没人知道全能法神 后来究竟去了哪里 有传言说 他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 既非光明 也非黑暗 从此消失不见 众神担心遭到报复 一边极力抹黑全能法神的形象 一边极力寻找全能法神的下落 明峰只能惊叹 真是厉害 一打十一都能在干掉 两个神明之后全身而退 难怪系统丝毫不慌 所以之前该不会是 自己太过紧张了吧 说不定我这个邪神的名头 是被污蔑的 可惜记忆中的信息 到这里就没了 还是不清楚 全能法神的结局 毕竟这些都是传说 真假难辨 还是得继续练及 不能拿着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想到这里 明峰教他怎么作妖 就在刚刚 明峰来到了一处秘境 根据冒险者管理局 在全国范围内获取的信息 明峰找到了不少 无人管理的秘境 刚进来明峰就看到 一群牛朝自己冲满 他举起法杖 一丝丝光芒不断汇聚 下一次一道巨大的冲击 多岁的法杖中释放出来 随着经验值的提升 明峰查看起小牛的属性 这些小怪经验值不低 看来Buff爆出好东西的几率会很大 随着不断深入 没过多久 明峰终于找到了 一件Buff的所在 看到牛头怪他一跃而起 快速地冲到牛头怪命前 举起手中的剑 就朝着牛头怪砍下 伴随一阵金铁交加的声音 一道猛烈的攻击 砸到了牛头怪的大脑门 他手中的剑 终于承受不住威力而支离破碎 看着手中的断剑 他不由得无于情 我实际的等级也不高 能用的武器 也比不上四转五转的冒险者 连续的高强度作战 没想到武器先顶不住了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视线起来 没想到竟是那只牛头怪 竟然面露嘲讽地看着自己 凝峰可受不了这气 他向来都是有仇当场救宝 把断剑往后一丢 他双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黑暗之力爆发出来 当牛头怪感受到 这股气息的能量之时 竟当场下的压麻呆住 而凝峰丝毫没有给他机会 只见下一刻牛头怪便两眼一飞 浑身伤痕的瘫倒在闭 此时凝峰身上再次传来升级的提示 对这个结果他不太满意 这家伙的经验值也没多高吗 才从43升到47级 还让我废掉了一把剑 不过既然都升级了 他还是选择学习一个新技能先 下一刻系统检测到新技能 直接给他蜕变成静咒 殷实之风 蕴含黑暗之力的猛烈风暴 腐化一切光明 静咒当然是越多越好 不然我总担心火力不足 但是完全依靠静咒也不行 没有合适的武器连个boss都打不过 更别指望对战神明了 然后他便要离开去寻找下一个秘籍 并且打算在那附近的城市 再买几把衬手的武器 来到交易所 贵宾室里一位美女给他介绍道 先生 我们交易所的橙色常见都在这 您可以挑选一下 凌尊看到面前七把常见面露布 这么少糊弄谁呢 给我全包起来 美女听后瞳孔放大 这是谁啊 年纪轻轻不仅有交易所的至尊黑 而且橙色常见一买就是七把 连店里最高属性的天穹 在他眼里都像个垃圾一样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一位女销售走了进来 高大师 有点事情需要麻烦您处理一下 高大师拒绝了他 我正在招待贵客 有什么事情等会再说 但下一刻走廊便传来了一阵争吵声 大家都是至尊非可 凭什么要优先他买 是我顾家的大公子配不上这把天穹吗 随着一阵脚步声靠近 一头白毛的顾云周走进了贵宾室 看到来人高大师不由的惊慌起来 糟糕 是本地的大族顾家 要是双方发生冲突 我这个负责人算是当到头了 当顾云周看清坐在沙发上喝茶的身影时 经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您 您大佬 凌峰端着茶满脸疑惑 你是哪位 顾云周心中满是怒虎 你把脑子的装备都抢走了 居然还问我是谁 然而现实中他也不敢多说一句 我是小顾啊 顾云周 凌峰这才终于想起来 是上次那个 顾云周陪孝导 您看巧了吗 这不是 顾云周内心警惕 他曾经派人去调查凌峰的底细 却总是遇到莫名的阻力 好像有人在故意干扰一样 网上的信息也是乱七八糟的 有人说他18岁刚刚觉醒职业 有人说他是神明转世 能让我们顾家都束手无策 这家伙身份背景肯定不简单 凌峰伸手指了指身后的长剑问顾云周 这里面有你看上的剑吗 顾云周只能陪孝导 哈哈哈哈 我就是瞎玩玩 用什么不是用 您挑您的 他感觉要是被凌峰再抢一次 那还不如不买呢 旁边几人见此情形都目瞪口呆 这还是那个超新新榜排名第二 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顾大少吗 顾云周觉得自己没脸再待下去 便向凌峰提出了告别 凌峰也便随他去了 别人耗费一生都得不到的高阶技能 在他这里是随手一丢的破烂玩意 朋友们都表示不能理解 就在刚刚灰溜溜逃走的顾云周 根本咽不下这口气 他决定必须要做些什么 于是脸色阴沉的拿起手机 随着哒哒哒的一阵键盘声响 他一顿熟练的操作 最后在论坛上发了一条抹黑凌峰的评论 然而下一秒他的评论就被一名善良的网友反驳 看到是长木秋的账号他气得面目争鸣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了啊 甚至厕所外面都能听到他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一定要找到试炼命迹 然后找凌峰报仇 凌峰 你给我等着 而凌峰这边买完东西后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 总算达到了六十级 可以二转了 不用静咒还真是浪费时间 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祭坛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些魔物曾经信奉着不同的邪神 直到所有的邪神都被十二主神消灭 如今这些魔物不断入侵人类世界 他们的目的是复活那七个正牌邪神 当然还有少数实力强大的魔物 也有着自己成为邪神的想法 然而那些所谓的主神没有守护人类 反倒是对我这个假邪神是如此敌 这么一想 魔物们关于全能法神的传说 很可能就是正确 毕竟在大多数神明眼中 我们人类还有其他卷族 就是消遣的玩物而已 下一刻 凌峰拿出法杖对着祭坛一挥 然后潇洒转身离开 魔物和神明 没有一个好东西 说完他身后的祭坛猛的炸牌 离开逆境后 他的手机响起震动 打开手机一看是徐薇的消息 正好回去一趟 顺便接了二转的任务 回到训练基地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徐薇的实验室里 这时候徐震拿起一瓶药水 哇 这瓶药水粉粉嫩嫩的 看起来好好喝 徐薇健壮赶忙制止 喂 这里的东西你不要乱喝呀 他严肃的说道 这一瓶叫做一望药水 会让你彻底忘掉一个技能 我刚炼制出来的 不想变白痴的话就别嘴唇 徐震和大树听到这番话后 吓出了一身冷汗 汪月问向宁峰 你说的礼物就是这个药水吗 宁峰摇了摇手 不不不 跟这个药水有些关系 但礼物是别的东西 下一刻他直接拿出了 几本冒着金光的技能书 见此他们不由的惊呼 这是橙色技能 宁峰给他们介绍到 一本弓箭手的无影风史 一本牧师的连结治疗 一本狂战士的巨人之力 一本盾战士的重重壁垒 大树抱着技能书 市面上只能买到紫色技能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橙色技能了 徐震已经激动的语无伦策了 汪月好奇 这是秘境里打出来的 宁峰笑着回复 是啊 就是那些更高强度的秘境 等你们把实力提升起来 也可以去的 冯瑞一脸震惊地看着技能书 能够掉落橙色技能的秘境 那得是什么级别的难度 风哥的实力 已经远远把我们这些同龄人甩在身后了 分完技能书后 凝聪高呼起来 大家都别愣着 离训练营还剩一周的时间 赶紧把新技能熟悉一下 紧接着他便带着众人 往训练室走去 没想到刚出门就碰到了两个人 来人正是冯老和杜安 您 您是冯前辈 汪月几人惊讶地嘴巴张大 冯老听到小辈们的问话 也亲切地打起了招 你们好啊 此时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 虽然跟冯瑞相处了几天 但一下子见到冯前辈这样的大人物 还是忍不住激动 放在以前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看着面前年轻的面孔冯老感叹 这几位就是宁峰的朋友吗 年纪轻轻就能得到大佬指导 未来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宁峰想着今天是新了一周 正好凭前辈要来进行特训 还好训练室不止一间 大家可以错开使用 冯老再次客套道 小瑞这段时间表现怎么样 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宁峰也客气地说 怎么会呢 冯前辈来得正好 要不要看看小瑞他们的训练成果 冯老高兴道 可以看吗 那太好了 训练室里 怪物们严正以待 光月使出了新技能无影风使 冯瑞使出技能重重壁垒 大树使出技能巨人之力 最后徐婷使用技能连接治疗 为先锋战士们治疗补充体力 冯老在观察室里面看见 这些年轻人的技能好厉害 但是看起来似乎还有点生疏 杜安在旁边笑了 哈哈 这是他们刚刚学到的橙色技能 冯老不敢置信地再问了一遍 橙 橙色 杜安肯定地回答道 对 都是高阶逆境掉落的战利品 闻言冯老再次激动起来 官方早就在组织攻略高阶逆境 可惜没有成功 关于里面的战利品 大家一直有所猜测 但是真正的橙色技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下一刻他问向杜安 杜先生 这件事我能向官方汇报吗 杜安无所谓地说没问题 大家迟早都会知道的 冯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这些孩子的等级还不高 但等级可以用时间来弥补 加上大佬的扶持 他们估计很快就能超过我们这群老家伙 未来的主力就要落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了 一段时间后 宁峰来到转职大厅 一进来他就给苏兰打了个招呼 见到宁峰再次来到这里 苏兰震惊地看向他 你不会已经 宁峰不好意思地黑黑笑了两声 看着宁峰往转职阵子去 苏兰暗道他果然是来进行二转了 别人辛辛苦苦两年都很难做到的事 对他来说也就短短两个月而已 进到转职阵中 系统的转职任务立马弹出 全系法神二转任务条件 一进入秘境 战滑冰原 收集任务物品元素挥击 二收集转化石20枚 三收集亡魂精华100枚 实现7天 难度S级 看到需要20枚转化石宁峰震惊了一下 因为正常二转只需要一枚就够了 他开始陷入沉思 这东西不是怪物掉落的 而是从金石矿卖里挖出来的 产量很低 要不然去交易所先问一下 能买气最好了 来到远程交易所 唐大师一脸惩媚地看向宁峰 大佬 不好意思 最近转职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转化石也开始供不应求 您给我三天时间我肯定能给您凑齐 宁峰享受着阳星给他到这 三天倒是不找 我可以先去做灰激任务 为了节省时间 王魂精华也直接从交易所订购吧 下一刻他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对了 我还有些零七八岁的战利品 一直没顾得上整理 正好这次委托你们一起出手 说着他一把掏出一堆闪闪发亮的技能女装备 唐大师震惊于喜悦参半 您管这叫零七八岁 光是不同职业的紫色技能就有十多本 加上一堆橙色装备 目前这种全民升级的局面 好东西根本不筹卖 今年的业绩报告绝对没有人比我更漂亮 难怪蔡市长千丁明万主妇 让我一定要服务好您先生 托蔡市长的服 我真的要发达了 说着还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居然还有这样的boss 竟求着宁峰将其杀死 真实身份居然还是邪神的旧弟弟 就在刚刚 宁峰来到秘境战罚兵员 想要独自进入秘境的宁峰被士兵拦下 下一刻士兵便来到了队长面前请示 队长 那边有个年轻人想要独自进入秘境 文言队长大骂 开什么玩笑 管理局刚刚发布的规定 进入秘境必须由正规工会带队 至少五人一起行动 否则不允许进入 你这么快就忘了 然而士兵掏出一本证件 可是那个年轻人 有一张管理局发布的特殊评证 说是允许他独自攻略秘境 队长一脸不可思议地打开评证查看起来 经过核对后 他将评证还给了宁峰 并让他随时都可以进去 看着宁峰离去的背影 队长不由地沉思起来 这年轻人什么来头 凭证下发的时间 跟新规定的时间差不多 就像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样 这时候小弟突然窜出来 吓了队长一大跳 该不会是上面派下来 检查工作的特派员吧 在队长和队员无语的目光中 他摸摸脑袋打着哈哈 我就是随便一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然而这时队长一声令下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就当是真的特派员下来了 赶紧去看看哪里还没做好 此时宁峰已经进入了秘境 还好事先跟冯老皮了一句 才拿到了这个凭证 获得独自进入秘境的权利 没一会他便来到了一座吊桥前 看着面前的警示牌 他沉思片刻 下一刻居然一跃而起 竟是越过围栏 直接往悬崖跳了下去 随即他双手交叉 法力运转之间 一根尖刺竟是从崖壁上窜出 紧接着一根根尖刺也是冒了出来 他借助尖刺作为跳板 不断地往下一动 很快的功夫便是来到了崖底 宁峰抬起头向上望去 没想到这样看起来 这悬崖还是挺高的 就在这时 宁峰面前竟是出现了一道怪物的身影 他缓慢地来到了宁峰的面前 宁峰大喜 这就是隐藏BOSS吗 好帅 下一刻他掏出了法杖和弃箭 浑身强大的气势散发出来 准备和怪物好好地打一架 却见怪物突然开口 神主大人 是您亲自降临了吗 这个问题把宁峰问得满头雾水 然而怪物接着说道 属下虽然已经无法失误 但仍能感觉到您就是神主大人 您或许已经认不出我了 属下是您忠诚的眷族 大法是寒音 闻言宁峰严肃起来 什么神主大人 他在叫谁 是不是认错了 居然被隐藏BOSS叫神主 难道我真就跟邪神一个风格 这时宁峰仿佛便秘一样开口道 那个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怪物想一想回道 抱歉 属下也说不清楚 原本我们遭到其他眷族的袭击死伤惨重 属下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敌人所杀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属下就出现在了这 脑海中不断有古怪的低语 像是某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激发出属下心中无法遏制的杀意 直到您的出现 属下才突然清醒过来 宁峰沉思 我记得全能法神的剑族曾经遭到过袭击 难道神主大人是对全能法神的称呼 怪物此时泪眼汪汪 神主大人 您是来解救属下的吗 闻言宁峰支支吾吾起来 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打断对方的自我感动 见此怪物情绪突然变得很低落 但宁峰也无可奈何 为了不让怪物有所期待 宁峰决定还是对其躺的 不好意思 我可能不是你口中的神主大人 我只是一个学生 接到了任务要来杀掉你 怪物文言不由地重复着宁峰的话 紧接着立马两眼发光 所以您是来帮我结束这种痛苦的对吗 一枚普通的吊坠 静运含一个强者的惊魂 然而宁峰却没有丝毫开心 就在刚刚面对寒音的询问 宁峰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寒音不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但他觉得神主大人肯定是失去了一些记忆 因为他是肯定不会认错的 即便念前的不是神主大人 也是与他关系亲近之人 随即他便大声呐喊 伟大的万法之主 尊敬的全能法神大人 这突然的一幕让宁峰愣住 但他仔细想想 自己的职业仿佛就是全能法神 文言寒音立马兴奋地大笑起来 属下就说不可能认错 大人请动手吧 宁峰有些不忍 我需要获取一枚元素灰机 除了杀死你之外 还有别的办法吗 寒音明白宁峰的顾虑 但死亡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解脱 而且他也确实不清楚其他办法 文言宁峰沉默了下来 玄机问向寒音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帮你完成吗 寒音此时唯一希望的就是宁峰能陪他多说几句话 听到这样简单的要求 宁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下来 那给我讲讲当年的事情吧 寒音开始陷入回忆 那时候的您啊 经常幻化成人类型派到凡间找我们玩耍 我们明知道您是神主大人 却还得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这听起来没有一点神明的样子 但这应该说您是随性洒脱 我们非常愿意和您相处 就像现在一样没有丝毫压力 随即寒音又问了问宁峰的近况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一段时间后寒音便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能够跟您聊天非常开心 然而下一刻 他们便默契地一同陷入沉默 最后宁峰开口打破沉默 寒音将来有机会 我带你打游戏 寒音做着最后的告别 那就一言为定了 就像以前您到凡间找我们那样 随着一道见光闪过 周围顿时变得寂静无比 只剩下宁峰沉默地 看着眼前残留的战利品 此时冒险者管理局的会议室里 冯老将高阶逆境的消息带来 虽然知道异变的秘境里 存在更高级的技能 但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还是无法进行攻略 既然如此 我们有没有可能聘请神秘塔 带着大家一起攻略秘境 但冯老早就问过了 大佬并没有这样的合作意愿 文言老方露出一副理所应当的神奇 这种时候大佬更应该 跟所有人站在一起开队了 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行事 不受任何限制 你们真的认为没问题吗 碰上这样的杠筋冯老也不惯着 行啊老方 我一会就去辞职 这个局长你来当 有什么管理大佬的办法 你尽管用 说着一拍桌子站立而起 横赫与古英出现 威胁我家人的时候 各位都说没有任何办法 我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最后是大佬和杜先生出手帮了我 现在涉及到利益 就有些人坐不住了 但各位记住 大佬不欠我们的 刘会长看着激动的 冯老不游的暗想 这话也就老冯能说 因为所有人都了解他的幸福 绝不会有半点私心 否则底下怕是早就吵成一团了 随即他问向冯老 听说你准备过几天去攻略高阶副本 得到肯定的答复 他立马让冯老给他留个队员的位置 其他几人也纷纷响应 薛牧师吗 算我一个 冯前辈 我帮您扛行李 看到大家这么有干劲 冯老再次冒起火焰 大佬的魔鬼特训确实很凶财 我也足足躺了两天才缓过来 不过进步也确实相当明显 而刘会长此时也不由得无语气 就说这老家伙没私心 哪怕稍微有点想法 都在这颗脑袋上反映出来 完成任务的凝峰再次来到转职大厅 随着一声转职完成的提示响起 凝峰再次收获被动技能 诡秘屏障 此技能可免疫一切探查技能 而凝峰此时已经证实了 从中末一读那里得到的记忆是对的 全能法神根本就不是邪神 他只是像我一样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但韩音说我的感觉 与全能法神一模一样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系统跟全能法神有什么关系吗 还有早已死去的韩音 为什么会变成秘境的隐藏宝 并且他掉落的物品中还有一枚吊坠 其中还注视着韩音的经货没有消散 意思是他还能复活吗 看着手中的吊坠 凝峰带着满脑子的疑惑 他一出场就引得全场发动探查技能 可竟没一人能突破他的防御屏障 就连七大工会的会长都表示无可奈何 就在刚刚超新星训练营终于开幕 本次训练营分为高中部和大学部 几乎迎接了全国最杰出的青少年冒险者 其中高中部就有180人 包括超新星榜的五星职业32人 四星职业148人 这次的阵容空前绝后 不止三家重点大学的校长 就连七大工会和冒险者管理局的人都来了 听说表现优异的话 还能被大佬们直接签约 不仅能享受到签约方提供的资源 毕业后还能直接进入大佬旗下 众人纷纷感叹之际 突然有个人走到了大佬们面前 向他们打招呼 此人正是超新星榜排名第一的何师兄 苍瑞工会的何师宇就是他哥 听说何师兄觉醒后 都是他家工会的精英陪他练几 而且有人说他还被前段时间 攻略神之秘境的强者指点过 再加上苍瑞工会独有的高阶经验药水 他的实力恐怕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这是一辆大巴缓缓使路 有人认出那是情于其中的代表队 前段时间他们在网上的热度很高 不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 在众人的期待中 方校长一脸自信地走了出来 而紧随其后的是宁峰 光月 穆长秋 冯瑞 徐庭 大树 几人的气场直接碾压一众天骄 感觉就像酒精魔力的战队一样 方校长感受着众人的目光流出一滴冷汗 果然是树大招风 看他们的眼神似乎把我们当成了假想敌一样 宁峰此时却突然一震 原来竟有无数人对他进行了探查 但自己有着鬼秘屏障能免移他人的探查 他来对我感兴趣的人有很多 而有人已经开始惊讶了 那个人的等级我居然探测不到 难道他的实力在二转以上 而老方这时也震惊不已 因为他也探测不到宁峰的等级 被震惊到的不止老方 他就是宁峰吗 等级总不能比老方你还高吧 应该是神秘大佬给了他能够屏蔽探查的道具 见此和师兄心中不爽 这个宁峰一出场就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抢走了 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 之前看过多安攻略秘境的影像 却发现他的实力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根本无法模仿 如果宁峰的实力也很强 那他们肯定有一套特殊的训练模式 这是我和大哥最需要的 只有冯老这时在淡定的跟刘会长说着话 老刘 你不探查一下 刘会长一脸的无所调位 还是算了 挺不礼貌的 冯老这时举起手朝着宁峰他们挥了挥了 宁峰注意到后也回过头来打了个招呼 看着冯老在向他们打招呼 旁人一脸的不敢置信 见冯老如此高调 刘会长也按耐不住 冯老黑黑一笑 还不是怕你们几年 刘会长气冲冲地表示 大家都是官方组织 我们的条件可不比你们差的 每一会各个领队便带着自家的队员 来到签道处进行签道 工作人员还在大声提示 完成签道的领队和学生请一步到会场 稍等会为大家统一介绍训练营的安排 会场内等所有人都做好后 主持人便开始了讲话 众所周知 在过去几年里 秘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为了尽快适应这种变化 找到人类发展的新方向 我们需要培养和选拔更多精英 本次训练营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 这是旁边的张校长问向方校长 那个宁峰是你们学校的秘密武器吗 怎么还藏着掖着连等级都不让人叹成 方校长只是笑了笑 自从他们学校的长木秋转到了我们学习 这个张校长就一直在打探消息 多亏我严防死守才没有让他得逞 所以他看我不顺眼 说话也是阴阳怪气的 但我大人有大量懒得跟他计较 谁知张校长却突然拔高音量 方校长今天在座的很多校长 都想亲眼见识一下秦宇其中的教学质量 毕竟是能把超新星吸引过去的名校 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啊 这话直接让方校长成为了众矢之地 他现在心里也没有底 前段时间汪月他们全都去特训了 可惜特训的成果我并不清楚 其实汪月 冯瑞和常木秋倒是不用担心 就是不知道宁峰他们能不能挺过这么严峻的考验 殊不知他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宁峰了 这只是个临时组建的五人战队 仅仅片刻时间就将秘境之主踩在脚下 还打破通关记录迈出新的高度 就在刚刚 主持人开始介绍起训练营的规则 这次训练营采取自由组队的模式 每只战队限制为五人 最终每个人的成绩也会按照个人与团队综合考评 积分排名前十的高中部成员将会跟随大学部一同训练 在开始之前我们会通过一个秘境对大家进行摸摸 秘境只允许三传以下的人进入 接下来会先由一只特殊的战队进行演示 说着主持人身后的大屏幕就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 台下看到这几人后立马惊讶起来 原来他们都是这五年内超新新榜的榜首 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说爸便见几人朝秘境入口走去 此时其中的长发男还想在秘境里要不要放点水 别给学弟学妹们太大压力 但台甲男却觉得这次训练营这么多大人物 此刻正是展示实力的机会 如果谁要拖了后腿那就别怪自己翻脸不认人了 言爸便向秘境走了进去 秘境中四处弥漫着浓郁的瘴气 这时手拿法杖的黄发妹子挺身而出 随着他念动咒语 几人的脚下均是出现一道法阵 将几人身上的瘴气全部清除 下一刻他们便看见头顶上无数的蜘蛛正盯着他们 随即发出嘶嘶的声响朝着他们攻击过去 见状几人也纷纷开始准备迎战 围观的学生见此惊叹连连 他们前进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尤其是何师兄 与其他人相比根本不落下风 完全看不出才是个高中生 就连顾云周这种骄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 他们与何师兄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看到几人的表现逢老也赞叹起来 这几人如果能够好好培养一下 估计很快也能开始攻略高阶秘境了 旁边的刘会长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 随着深入 他们很快便跟精英怪对上 但很明显 精英怪也无法阻挡住他们的脚步 不愉快他们就来到了boss面前 何师兄冷冷一笑 警戒着几人便发动了总攻 随着一阵倒地声 他们也终于完成了对秘境的攻略 并且通关的时间还打破了历史的记录 场下的学生纷纷议论 不愧是五大榜首 要是咱们也能上榜就好了 这是一道声音传来 您好 您就是宁峰吧 宁峰文言看向声音的主人 我叫蔡宇晨 蔡东明市长是我三叔 汪月一下子就认出他是那五位榜首之一 他来找宁峰干嘛 蔡宇晨解释道 之前总听叔叔提起您 所以特地过来打个招呼 其他学生看到蔡宇晨过来找宁峰 差点极度的连后槽牙都咬碎了 而宁峰也向汪月介绍起来 得知他是远程交易所创始人的孙女 汪月震惊的嘴巴张大 然后他们又继续客套了一番 其实蔡宇晨对宁峰也很好奇 他的叔叔虽然经常提起宁峰 但是对于他的实力却不太清楚 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仔细了解一些 于是拒绝了过来找他去休息的几名榜首 表示自己还要留下来看一会 仿佛被搏了面子 海甲蓝脸色阴沉 最强的人都站在你面前了 还有什么好看的 但何师兄也有跟蔡宇晨一样的想法 他也留了下来 见状其余几人也只能随他们而去 演示完后考核便开始了 每次有六组战队同时进入秘境 每个人都会领到相应的考核任务 最终得分会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累计 老师已经看过巅峰战队的演示 但当真正进入秘境之时 他们还是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见此台下的校长们也开始慌了 这个秘境对于高中生来说难度太高了 照这样下去高中部恐怕 连一个能通关的战队都没有 他们一出场就引得全场怀然 并且七大工会的刘会长给出高度评价 但此时的宁峰都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 就在刚刚 面对逆境的怪物学生们吓得瑟瑟发抖 在何师兄之后 竟然没有一支战队能够上网 甚至连爆和面都见不到一眼 光应付小怪都已经很勉强了 学生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好几个人明显发挥失常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这被碾压的画面 让铠甲男提不起丝毫兴趣 我早就说没什么好看的 全是一群若鸡 我还不如回家睡大觉 然而这是宁峰几人的战队走得出了 老师您好 我们是下一场入场的战队 来临考核任务 随后他们便进入了秘境 铁鹅沼泽 进入后他们立马就查探起自己的任务面 专业的战队通常按照承担的职能分为四类 攻略 研究 部位 支援 攻略队是最主要的战力 负责征服全新的秘境 或者成为对抗强敌的先锋 研究队需要针对秘境进行研究 搞清楚其中隐藏的各种知识为人类所用 部位队的职责是阵守已经处于控制之下的秘境 或者在突发事件中掩护非战斗人员 支援队则是对战场力量的额外补充 通过施加增议 紧急治疗等手段 提升持续战斗的能力 减少人员伤亡 每种类型都设置了十个任务 甚至还有一个核心任务 恰好宁峰就领取到了一个唯一任务 战胜最终BOSS 风光逆境 看着眼前的任务他神情严肃 不过下一秒就听到汪月问自己想选择哪种类型的任务 他想了一下决定还是选择研究类的任务 主要是他太多东西没搞明白 神明 卷足 世界等级 想要与实战训练坚固的话 研究是最合适的 其他几人听闻都表示自己没有意见 一副要抱紧大腿的模样 汪月此时已经看起了研究类的任务 其中最后还有两个活桌的任务 活桌一直满足研究需求的深找恐懈 但如果带着样品去打BOSS还得分神照顾 这样比较麻烦 文言宁峰却笑着说道 那我们先去打BOSS就好了 就在外面的校长在为没人上榜而担忧之时 其中一人仿佛看到了什么震撼的画面喊道 快看那里 那是谁家的战队 速度好快 此时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宁峰几人的战队 台下全是不敢置信的声音 他们好像是情于其中的那几个人 这怎么可能 这个推进的速度简直太夸张了 明显比我们快了几倍 难怪三叔对宁峰的评价这么高 原来他这么厉害 相比于众人的惊讶 刘会长显得更加震惊 他们使用的居然全都是橙色技能 他不敢置信的看向冯老 这橙色技能竟然如此厉害 但冯老知道不完全是技能的问题 他们本身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不管是技能的搭配 出手的时机 团队的配合 全都是顶尖的水平 此时的刘会长已经被震惊的合不拢嘴 下一刻他视线一转 尤其是那个孩子 他看上去没有使用任何高阶技能 但是普普通通的一击 就能让敌人彻底失去战斗力 简直强大的不可思议 全新的速尸战队一战成名 他们以压倒性的实力碾压命迹 那成绩甚至把第二名都甩飞几条街 就在刚刚 见识到宁峰几人的实力 方校长惊讶的合不拢嘴 此时宁峰他们的战斗还在继续 无数怪物蜂拥而至 一路上他们势不可挡 犹如无可匹敌的战神之态 各种武器齐齐出阵 很快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 来到了最终的boss面前 一个照面后汪跃与大树猛地窜出 只使出了一件衣服 逆境boss便哀嚎一声 随即倒地不起 此时的通关记录再次发生变化 8分14秒 速尸战队竟然花费了8分14秒 通关了逆境 看台下早已是一片寂静 结束后宁峰问向众人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知道他们都已完成 便立马带着他们回去交任务 从逆境里出来后 现场的气氛有些诡异的安静 他们还没有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长木秋率先打破了沉默 对着宁峰他们鼓起了掌 紧接着顾云洲他们也跟着一起鼓掌 直至场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也代表了他们的实力 已经征服了在场的众人 后面不少人都围在长木秋身边 询问起宁峰几人的事情 长木秋与有荣烟 他们几个都是很好的人 我们在学校相处得很不错 顾云洲此时也攀起了关系 当时有人在网上诋毁宁峰 我就挨个跟那些人兑现 我这人眼里就是容不下沙子 最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了 看到这副场景 几个带队的老师满脸笑容 学生们的士气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这就是强者的魅力 就像当年的刘应珍和冯厄一样 没过多久 广播就传来高中部考核结束的通知 此时准备要公布前世民的名单了 众人都觉得这已经没啥悬念 情欲气中已经占了一半 再加上何师兄 也就剩下四个名额而已 这时广播已经播报了起来 一号何师兄 三十一号顾云周 三十二号李克 九十五号长木秋 仿佛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众人一脸猛逼的问向旁边 你刚刚有听到汪月冯瑞的名字吗 此时顾云周举起手来询问道 老师 请问宁峰他们没有入选吗 地宁老师如实说道 他们不占用普通学生的名额 组委会决定给他们助教的待遇 随即留下一群猛逼了的普通学生 此时宁峰几人已经被接到了一处大楼里 一名接待的人给他们解释的 负责研究组的领队教授这几天不在 所以我先安排大家住下 这里是专门提供给老师的招待所 环境很好 你们就不用再去学生宿舍了 来到房间后 他们便开始整理起行李 这时一阵敲门声传来 打开门后发现竟是冯老过来串门 还有七大工会之首的刘会长 甚至是各种校长老师 还有精英学生 这阵仗着实把接待员都惊讶得合不拢嘴 无名利尽里面的未知生物 凌峰抬手一击他就没了声息 三大高校的校长也被这个实力吸引 就在刚刚 不少人过来待访凌峰 接待员猛的一批 我是不是在做梦 全国最顶尖的强者居然都在这里了 这时候北京大学的校长邓远会邀请到 不知道几位小友有没有兴趣来北京就读 西连大学的校长同期也不甘示弱 我们西连有着全国最优秀的研究团队 非常欢迎你们加入 胡子南也跑出来哈哈笑的 我是宠武大学的校长吴琛 其实你们情于是离宠武是最近的 招待员看到更是满脸问号 三家重点大学的校长亲自在这里请学生 传出去得让多少人羡慕极度 这场景也是让凌峰一个机灵 糟糕 我最不擅长处理这种事情了 随即他求救式的看向冯老 冯老立马接受到了信号 于是他开口道 你们三位校长别太激动 把孩子们都为难坏了 不如先让他们好好参加训练云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冯老都开头了几位校长自然要给这个面子 对对对 孩子们都辛苦一天了 得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但他们也有着一个共识 绝对不能让另外两家抢了先 到此氛围才缓和了不少 时间来到第二天 凌峰刚从房间里出来 就看到冯瑞和大树两人早早就起来了 但似乎他们的脸色好像有些不对劲 原来是大树家里一大早就打来了好几个电话 问他想上哪所大学 三家重点大学都专门跟他家里人联系了 而冯瑞则是被大树的电话吵得睡不着 那女生那边不会也这样吧 凌峰扭头看向那边 不出意外 汪月现在都还在接着电话 不过我老爸现在可高兴了 直接开了三天流水席 我家上门的亲戚朋友就没断过 我爸妈头一回跟着我露脸 我有爷爷顶着其实还好 反正跟着风哥选就好了 凌峰静静地看着他们分享这温馨的时刻 但同时也有些伤感 自己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呢 突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 凌峰整理好情绪接起电话 喂 齐老师 对面齐老师的声音传来 凌峰 在训练营怎么样 还习惯吗 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三家重点大学都跟我联系了 想要问问你上大学的事情 文言凌峰笑了起来 原来他们联系的是您啊 对啊 我知道你喜欢晚睡 所以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齐老师 还是您最了解我 正好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没过多久 学生们便集合在操场上 一套标准的开场白 各位大学部的同学 还有十位高中部的同学 大家早上好 部分学生在台下窃窃私语 这届高中部也太妖念了 直接杀出来五个教师级别的 最离谱的是 这五个里面有三个 根本就不在超新星榜上 此时一名老师继续介绍着训练的内容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将会进行第一阶段的特训 攻略秘境 需要提醒一下的是 这次我们攻略的秘境 此前都没有完成探索 里面可能隐藏着各种威胁 希望大家听从指挥 亮丽而行 出发之前 请大家务必向老师确认分组的情况 十位高中部的同学 将会分别跟随一支大学部的战队 介绍完后 长木秋就找到一名老师 询问自己在哪个战队的 老师知道 他是长木秋立马给他指的方向 你的战队在那边 待他看过去的时候 却见到宁峰在朝着自己规手 此处是一个未命运的秘境 面前几只很像蜥蜴的蜥蜴人 在发现有人类入侵他们领地的时候 立马扑了滚 此时宁峰正拿着个平板记录信息 这是一个蜥蜴人的星星亚种 目测身高在2.5米以上 体重 这时候冯瑞迟钝撞击了一下扑来的蜥蜴人 蜥蜴人被击飞了出去 眼见就要砸到宁峰 下一刻宁峰抬起自己的胳膊 一个蜥蜴便将蜥蜴人打趴在地 感受了一下蜥蜴人的重量 他继续输入信息 体重大概在800至1000公斤之间 皮肤灵甲坚硬 能够提供较高的防御力 在宁峰做记录的时候 其他几人都在前面进行战斗 这里是秘境深处 我们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最快的攻略队了 一路打过来经验值增长飞快 相当于大家在带我练及 比起第一次见面 汪月他们的进步简直是拖胎晃的 如果我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一样 休息的时候宁峰说起学校的选择 齐老师说系联大学的研究团队确实比较强 但是管理非常严格 他怕我适应不了 反倒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自由度更高 可能比较适合我 文言汪月拍了拍宁峰的肩膀笑道 不愧是齐老师的得意门声 齐老师连这个都帮你考虑到了 这时候徐婷突然拿出手机严肃道 你们快看班级群里的消息 我和汪月一愣 随即立马拿出手机查看起来 逆境突然发生一变 齐老师下落不明 所有进入秘境的人都会被降低属性 就在刚刚 凌峰和汪月同时拿出了手机 很快就看到了班级群里的消息 我点开张落发送的语音 然而里面的内容却让我大惊失色 入口也发生一变了 快去找人救援 快 此时一道雷霆贯穿者的城市 一个红毛正用对讲机传达目前的情况 电极秘境突然发生一变 这时候张落几人快速跑过来 一个绿毛出来呵斥道 喂 小鬼不要在这里乱跑 看到他张落像是找到救命稻草的模样急忙道 队长 我们的老师还被困在秘境里面 请您赶紧救救他 文言绿毛直接怒道 怎么救他 你们没看到那个秘境都成了什么样子吗 我们已经上报了 等着大公会过来支援吧 听到绿毛的话张落直接说道 可是你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刚才是因为你们说辅助职业不够 齐老师才跟着你们进去救援的 现在你们在这里 却把我们老师给 然而他还没说完就给绿毛一脸烦躁的打了 烦死了 我能出来是我的本事 他出不来只能怪他自己倒霉 没有人强迫他参加我们的救援 这是他自愿的 文言张落他们都沉默了下来 显然没料到对方竟然会这么无耻 这时候宁峰走过来喊了一声 张落 周娜娜 看到他们后宁峰立马问道 齐老师怎么样了 见到宁峰来了 他们仿佛瞬间找到了主星 宁峰 齐老师还被困在秘境里 本来学校组织大家来练集 突然发生了秘境一变 很多人被困在里面 齐老师好不容易保护我们跑出来 结果这边的守卫队说人手不够 要召集志愿者帮忙 他们边说边哭 绿毛文言忍不住反驳道 对 不要说得像你们老师被我害死了一样 我说过了 是他自己倒 闲儿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一只手在他眼前快速放大 然后他就被宁峰一巴掌拍在地面 守卫队的蓝毛剑撞吓得连忙拉开弓箭 但下一刻忽然一只手撒在他的肩膀 吓得他一个机灵 谁能来拦住他们 此时一道身影来到宁峰的面前 他正是纪元工会的副会长陆平 守卫队的人见状纷纷大喜 陆会长是来支援我们的吗 太好了 终于有人能教训这群撒野的家伙了 但此时陆平朝宁峰开口 我们刚才把学生安顿好就赶过来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宁峰目前也不清楚状况 但现在肯定是需要人手 说着陆平就要跟宁峰一起进入匿迹 这把一旁准备看戏的守卫者蒙了 陆平不解的帮宁峰提着守卫队长的脚 地上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宁峰这才解释 他是从秘境里出来的 我需要他带路 走到秘境路口的时候再次被守卫拦下 秘境已经关闭 不许再往前走了 而这时候陆平掏出证件 我是纪元工会的副会长陆平 有权处理突发事件 希望你们配合 见识七大工会的强者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随即陆平便向宁峰表示可以进去 其他人见状纷纷对宁峰的身份好奇且 那个年轻人是谁 陆会长好像对他非常尊敬 片刻后宁峰他们已经进入了秘境 一进来他们就感觉到自己的基本属性都降低了 纪元工会的法师见状直接解释这是领域效果 领域效果是一种在固定范围内 持续生效的正面或负面状态 通常无法驱除 陆平此刻也严肃了前 我知道这个秘境以前并没有领域效果 估计是一变之后才产生的 随即他惊诧地看向宁峰 他好像并没有受到影响 但宁峰是因为他的基础属性足够高 所以哪怕受到领域影响也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其他人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希望齐老师千万别出事 警戒着他们便打算将拖进来的守卫队长唤醒 问清楚他该往哪里走